素书 主讲 蓝燕岭 今天要与大家分享一部旷世奇书 叫素书 这本书的作者黄世公 把这本书送给张良以后 张良凭借书中的智慧 为刘邦谋去四百年大汉江山 我们一起来分享这本书当中的精华内容 小时候听评书 看大戏 读一些杂书 对很多的历史人物很是神往 尤其是对江子牙 鬼谷子 孙武 管仲 岳毅 张良 诸葛亮 像司马仪 李靖 许茂公 杨六郎 岳飞等等这类人物 他们胸怀大志 富有良谋 斩草外马 撒斗成兵 谭笑间强弩灰飞烟灭 天下大势尽在掌中 真是佩服得不得了 总在想 世界上有没有这样一部书 普通人躲了之后 只能像他们一样 与善观金 指挥若定 胸藏韬略 可以惊天为地 安邦定国 干出一番惊天动地的事业来 回答是 有 那就是黄石公的诉书 我们先来探讨一下 黄石公何其人业 黄石公七人至生祖年代 活动情况记载甚少 据《神仙通鉴》中记载 神龙为帝 简衣艺人 形容古怪 言语癫狂 上批草毡 夏季皮裙 棚头翘足 指甲长茹立爪 满身黄毛覆盖 手齿流之 狂隔乱舞 口称鱼鞠黄石山 数多赤松 顾名 前任凭此记载 称其为黄石公或赤松子 赤松子即黄石公 二者是一人 据《史记》所在《张良生平》中说 秦末 韩国一个少年叫张良 为报韩国被秦国灭国之仇 他变卖所有的家财 防求刺客 在柏浪沙 谋此秦始皇 不料物重覆车 刺客被秦 处逐而死 秦王大怒 下令通缉刺客之主使 张良在生死紧急关头 更姓一鸣 随逃逆岛下批 记得今天的江苏省皮县南隋宁北 被迫亡命天涯 从这件事可以看出 此事的张良有勇无谋 意气用事 并非是一个干大事的人物 然而正当张良浪迹到夏批的时候 他意外地遇到一个老人 这个人就是黄世公 后来张良在以水大桥 偶遇一位身着粗布褐色衣服的古怪老人 等到张良走到前面的时候 这个老人故意将自己的鞋子抛露到桥下 并傲慢地对张良说 如此 这些小孩子 你下去 将鞋给我捡上来 张良一听心中很生气 本来想痛斥这个老人 可后来又想到这位老人年迈 不必如此 老无老亦吉人之老 幼无亦亦吉人之幼 于是就勉强地将鞋子捡上来 诶 可那老人却说 孩子你给我穿上 张良想 既然已经把鞋子给他捡上来了 给老人家穿上 有何不可能 于是呢 就又跪下将鞋子给老人穿上 老人看张良不但能够人如持鞋 还能够千功地跪下为自己穿鞋 便赞起兄弟 老人说 如此可教也 老人含笑而去 张良自敢惊奇 望着老人 远去 一会儿呢 老人又回来了说 哎 你这个孩子 是可以通过教育成才的 无日之后呢 您在早上 来到这地方与我相会 张良觉得这个老人举之不凡 便跪拜道 说 是 五天之后的清晨 天刚刚发亮 张良急满干到桥上 谁知道那老人 一站立桥上多时 对张良气愤地说 与老人家相会 你怎么能迟到呢 于是 不跃而去 临走时 又对张良 就应该如此嘛 接着就从秀中 掏出一部书 授给张良 对张良说 你赌了此书之后 你都可以做帝王之师了 再过十年 天下将会大乱 那会兴兵起势 过十三年之后 你与我 在济北 重遇 古城山下 有块黄石 那就是我 说完 飘然而去 动然无踪 张良认真研读此书 痛彻人间大道 后来果真做了 汉朝开过皇帝 刘邦的军师 辅助刘邦 灭了雏相 统一了天下 恰在老人交代的十三年后 张良随刘邦 入京济北 国人在古城山下 建一块黄石 随之就把他搬到府中 如同珍宝时的供奉起来 等张良去世以后 就和黄石合葬在一处 后人尊称这位授数老人 为黄石宫 而授给张良的这本书 所以今天我要给大家 认真分享的素书 素书彻底改变了张良 使他从一界有勇无谋的 盲夫 变成了一个 足之多谋的王者之士 他帮助汉高祖刘邦 开创了大汉王朝 化解了一个又一个 政治、军事、经济的危机 在楚汉相争的复杂局面里 纵能化贤为宜 更为可贵的是 他凭借素书中的智慧 在功成名就之后 巧妙地跳出了权力之争的漩涡 洒脱安逸地安度了自己的晚年 难怪刘邦曾经评价说 夫运筹帷幄之中 决胜于千里之外 无不如自防 从张良的成长历程中可以看出 素书确实包含着天地间的大道 和人间惊人的智慧 而且这种智慧的实用性 操作性都非常的强 那么素书究竟是本什么样的书呢 在北宋的时候 有一个宰相叫张商英 专门为此书做过序 原文为黄石公素书六篇 而汉书张良列传当中也曾经说过 黄石公喜桥所授子房书 世人多以三略为事 盖传职物业 他说在禁乱的时候 有人盗伐子房种 就是从子房的坟里边 在他的枕头中获得的此书 上面有秘戒 不须传遇不神不胜之人 若非欺人必受欺殃 得人不传亦受欺殃 一对书 这本书不能传给哪些 不神不胜之人 如果不是这样的人 你传给他 你可能会遭到遭殃 但如果得到这样的人不传 也会受到他的祸害 所以黄石公对这本书是如此的慎重 黄石公得子房而传之 而张良不得欺人而藏起来 后五百年后 而被一个盗墨贼把他倒出来 这本书就重新的来到了世上 然而黄石公知道秦之江王害得江兴 而将此书传给了张良 而张良呢 他岂能把此书当中所有的智慧 所有的思想都能掌握呢 所以字房之所以能称为张子房 他只用了书中的十分之一而已 诉书语言文并不长 只有六章 一百三十二句 一千三百六十个字 有此于我们近代所说的语录 但就着这样一本薄薄的书 却在中国谋略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 本书语言高度精炼 几乎每一句都是智力名言 在总结古王今来的经验基础上 书中对人性的把握十分精准 对事物变化的规律体察入微 对人生谋略的指点恰到好处 每一每读此书来 让人有一种几乎灌定之祸 真了不起啊 张良用其中指一二 就可以帮着刘邦称帝 如果深而造之 把他用足了用全了 这本书都能智慧 那会爆发出怎样的力量呢 后世的大人物 如曹操 诸葛亮 周瑜 王猛 房桥 裴杜等等 虽然围观到将相 见过丰功伟绩 但很遗憾 他们都没有见过此书 那我们设想一下 如果读过宿书之后的诸葛亮 会变成什么的人物呢 如果是诸葛亮没读过 如果周瑜读过 结果怎么样呢 那如果这草丑读过此书 会成为什么的人物呢 所以黄石工对此书 才这样的善重 黄石工是张良的兄制 观张良的品德 知道得到可以传的人了 所以他传给了张良 此后张良 因为得到值得传的人 所以这本书没有传世 随着生死以后 同葬于墓中 据张商英说 宿书的传世是盗贼 从墓里 那个枕头当中发掘出来的 我认为这样的记载的可能性是有的 因为道家对道书的传授 不像佛教广为弘法 而是德弃人而口耳相传 历代帝王之诗 其实都是道家 如黄石工云 决策于不仁的险 什么意思呢 就是如果你为一个没有仁德的领导 帮他做决策 那么不仅对你 对社会可能都是危险 天道治理 不得其人传之 将护国殃民 所以不得不如此的严肃和慎重 如老子说 鱼不可脱于冤 国之利器 不可以是人 庄子曰 天下之善人少 不善人多 圣人之利 天下之少 而害天下之多 而《音符经》当中也说 君子得之古功 小人得之轻命 都是在说 将这些治国 理民 通众 攻占之韬 如果轻易地传给别人 那人人必以阴谋诡计 互为利用 又因此导致社会不宁 国政败颓 万民不安 天下不太平 如正任君子得之 那就可以修身 礼家 治国 平天下 由此可见 前人的严谨 而自防 因不得起传人 随身 藏一墓穴中 是可能的 这时候 听着你可能会说 如果真的是这样 那个蓝燕玲 为什么要讲给众人听呢 在这里 我想跟大家说 我真的不敢妄言大道 暗寒天机 一 我没乌透 二 我老是慎重传我 我也不敢轻传 就择起 普世之理 结合人生智慧 与当代的经济活动 分享给大家听吧 本书的作者 黄世公 是一位精通道家学说的 大隐士 是一位大智者 除此书外 还著有三略一书 号称 中国三大兵书之一 中国 有浅局报道 隐而不适的传统 这些人都是神龙 剑手不间伟的神秘人物 然而 每当风云集会 世卫出现大动乱 变革之际 他们就会以特殊的方式 参与进来 发挥如同催化剂一样的作用 力挽狂澜 定顶大局 完成伟大的历史使命 比方说 同样隐士的鬼谷子 春秋战国时期最强悍的牛人 他经于心里揣摩 生命刚柔之事 通晓纵横百合之术 独具通天之志 他派出了几个学生 苏秦 张仪 孙斌 旁娟 毛髓 未了 下了一盘天作七盘 星作子 地作餐桌 国作盘的一盘大棋 一桌盛宴 最后还是采用了张仪的连横之策 秦始皇才得以统一天下 还有隋唐之际的文中子王通 他以儒 士 道 三家通才的学养 将学与和粉 培训了一批 开创圣堂的文臣武将 如魏章 李静 房玄龄等人 都是他的学生 黄石工也是这样一位人物 一眼看秦末大乱 他将张良 自为自己的传人 通过张良来达到 灭秦 兴汉的大业 而自己 身仓不露 躲在幕后 逍遥自在 真的典型的隐世风格 老人曾说 大象无形 大言牺牲 黄石工正是这样的一位人物 我们今天有幸能目睹这本人生谋略的奇书 还要感谢那个盗墓人 才得以诉书流传于世 接下来我们就听一听 北宋的宰相张商英 在序中对诉书的一种评价 他说 黄石工的诉书 总共分为六章 张商英认为 天道与人事之间的关系 何尝不是相辅相成呢 古代的圣贤对这个道理都能够心灵神会 并尽心竭力 顺天而行 唐瑶 浅诚地按照上天的执意行事 鱼笋 将天体运行的道理 运用在政治上 而建立了七种政治制度 下鱼 依照山川地理的实际情况 将天下划分为九州 傅说 曾向商王吴鼎 讲述天道运行的规则 文王将天道与人间法则结合起来 推演并发展了八卦 周公弹 效法天地四世的规则 建立了春夏秋冬四关 同时设立 太师 太父 太保 三公负责调和阴阳 孔子欲行无言之政 所以才有了天和言载的感慨 老子以常有常无 作为利益的开端 《音符经》中说 首长 宇宙在乎首 万化生乎身 就是一个首长 可以体悟宇宙万物 万事的创造 身体可以领会世间万事万物的变化 对大道的认识已经到达了这个地步 连鬼神的变化都逃不出我的掌握 何况是刑罚 明实 制度 几何一类的学问呢 黄世公是秦朝的世外高人 他的素书 文字简练精辟 罕易深邃 记得上者唐瑶 于顺 下于 周文王 傅说 周公 下之 孔子 老子的思想 也没有超过这个范围 黄世公知道秦朝将亡 汉朝将兴 因此 把素书 授给了张良 但那张良又怎么可能完全留在这本书当中的全部含义呢 张良之所以是豪杰 而不是圣人 就是因为他仅仅使用了书中十分之一二的智慧而已 黄世公知道秦朝将亡 汉朝将兴 因此 把素书授给张良 但那张良又怎么可能完全留在这本书当中的含义呢 如果他能把这本书的全部含义全部把它了解了 结果会怎么样的 书中说 因继外泄着拜 张良曾使用这一条 劝汉高祖刘邦 封韩信为齐王 满足了韩信称王的要求 使他能尽心尽力的攻打项羽 为刘邦的霸业打下坚实的基础 书中还说 小愿不设 大愿毕生 张良运用这一条 劝说汉高祖刘邦 封曾经与高祖结果仇怨的雍池 为侯 是那些医民没及时得到封赏的将领安下心来 他们认为 这个高祖皇帝 他恨的人都能封侯 何况我们呢 于是就缓解了当时紧张的局势 苏书中还说 决策也不忍着险 张良运用这一条 劝说汉高祖打消了分封六国后裔的为侯的 这段的念头 以避免再次出现春秋战国那样的混战局面 苏书中还说 射变之权所以节节 张良运用这一条 招来了商山四号 劝说高祖不要改立如意为储君 使太子刘邑的地位得以保全 而苏书中还说 急莫急欲知足 张良运用这一条 拒绝了齐地的三万户封意的封赏 只求受封于流地 告老不闻世事 而让自己安独晚年 为自己的人生画了一个完满的句号 苏书中还说 绝世禁欲所以除类 张良运用这一条 在功成名就之后 他因实力道 巧妙地跳出了权力之争的漩涡 需要要自在地度过了自己的一生 所以张良仅仅是运用了 素书中的皮毛而已 就推翻了秦王朝 打败了楚霸王项羽 从了辅佐刘邦建立大汉王朝 如果有人能完须领悟书中的精髓 并且加以灵活运用 那将会创造出怎样的丰功伪迹呢 所以张商银说 自汉朝一来 研究文学 词章的学者很多 但真正懂得大道的人少 像诸葛亮 房玄龄 裴杜等人 虽然号称 冠绝意识的贤相 但对前代圣王的大道 仍然不能有更为深刻的理解 这就是此书中 之所以说 不传给不知天道 不神意 不圣明 不贤德的人的原因 张商银说 能超越有和无的 就是得道之人 能够将大道用之欲 非有非无之间的 就是神意之人 从有入手 达到无的境界者 为圣明之人 从无起步 达到有的境界者 为贤能之人 做不到这四点 记得每天 必美研究这本书 记得能够把这本书背下来 也不能实际运用 他原话这样说 离有离无之为道 非有非无之为神 有而无之之为上 无而有之之为贤 非此四者 随口诵此书 已不能身形之意 接下来 我约大家来简单聊一下 素书的基本思想 素书的素 本义是指一种纯白色的绢 这里形容纯洁 干净 朴素 简单的 做人处事的道理 素书认为 人生尽管有跌宕起伏 成败荣辱 但做人的道理 其实并不复杂 只有五个字 道 德 仁 义 离 不过任何人 成败之际 全在对这五个字的把握上 同时以道德仁义离 为历神治国的根本 奎夺宇宙万物 自然运化的道理 并以此来认识事物 应对事物 处理事物 劳自论是道之宏观整体 素书是将道的整体 与作用及表现形式 就是夫 道德仁义离 五者一体 同为一贯 集为一体 同时素书有 因时事而应变的特点 素书不仅是一部 修身 礼甲 治国平天下的格言集 而这是一部 治国统军的政论书 素书以道德仁义离 无者的关系 将宇宙万物论 从宏观到微观 从纵向到横向 以整体认识 整体论述 宏观整体性 宇宙的整体 就是道 几个功能 是无所不生 无所不成的 称德 德的表现形式 是长 羊 收 藏 故称仁 他的印象规律是 高者 易之 下者 举之 有余者 损之 不足者 补之 使事物 各得其所疑 这称为 义 天尊地卑 乾坤定义 上下有序 这叫做理 这就是宏观的整体性 微观的整体性 宇宙间的一事一物 在自身整体上仍然是 道 德 仁 义 离 无者的一体关系 无论某一事物 成型之后 就由它的总体存在 道 有了提 就必然有它的作用 就是德 有了作用 就有了作用的表现形式 人 与的表现形式 必然使得它 更量和宜 这就是义 物体的上下 前后 左右之序 我们把它称叫做离 纵向的整体性 人类的演化的过程 仍自然呈现出 道 德 仁 义 离 这五个层次 只有人类以来 应有黄道 地道 王道 霸道 等治理方式 黄道 是体道而治 与道合一 地道 是以法 德 来感悟 王道 是用 推行人 而施教化 霸道 是用意 和离 来采治 从人类的 自然 烟化来说 有治 到乱 有成 到毁 这几个阶段 是自然形成的 横向整体性 宇宙之间的万事万物 是互为交错 相辅相成的关系 也是以道的仁义理 此无者互为一体的关系 从朝政来讲 一个国政的整体 写着道 朝政的作用 是理民 故称德 而他的治理方式 是由外民有益的利 故称人 上善法恶 故称义 军情之间的上下之序 称之为礼 除此之外 人类一旦形成团体之后 无论彼此 左右之交 就是一个很大的家庭 均用他的主体 道 作用 德 并愿形是人 相互要事宜 较义 长幼之序 为离 这无者 是互为一体的 整体关系的一种存在 所书里边 主要提下了 如下的集中思想 一 是以道德为本的 道德人一离 无为一体的思想 如果你深刻的领悟了 这五个思想 它的内涵 和我们相互这些的作用 以及如何在现实生活中运用 你就可以成就绝代之功 可以位己人臣之位 如果不是这样 就只能前举报道 一带七十 什么意思呢 让这个潜伏下来 任你研究道理 等待机会吧 第二 筛明了作者 任才使能 所以既物的用人思想 任才 就是任用 有才能的人 并实用 有才能的人 这样 对你的事情 对你需要做的事情 能起到一个帮助 和推动的作用 做着根据 人们采取的不同 在书中 把人才分为 俊 豪 节 三类 俊是英俊 那个俊 豪是英豪的豪 节是英节的节 并说到 用人不挣着贷 强用人着不须 就是如果用人的方法 不得当 那这个事情一定 于事无补 如果用人不对 强用了 那么一定会得到 事与愿违的结果 在这个里边 他指出了 用人着如何去认识人才 如果使用人才的策略 第三个 黄世公强调 加强个人知识 和思想修有的重要性 他指出了 博学切问 就一个人一定要博学 一定要真真切切的 去学习 去求教 这叫博学切问 公检签约 做人应该恭敬 要学会明察 要学会谦虚 要学会节俭 他也说到 要尽数笃行 数 在这里指博大的胸怀 读之全部 就是一定要认真的领悟 道德仁以理 五种思想 对身边的人 要有博大的胸怀 因为一个人的成功决定于 他胸怀的宽度 信念的强度 和对他下属爱的长度 数 就是博大的胸怀 笃行 就是切切实实的 全心全意的去执行 执行合一 求人有职 就是一定一个人 要爱财 要求人 就求的人爱的贤财 而且交到朋友 一定是那些政治的朋友 而这些思想 都是一个领导人 一个 选为国家 为社会 为组织做贡献的 大人物 必须要具有的 最基本的素养 他提出了 要静心 修身 忍辱 知足 以及对个人修应的重要性 我们说 动则乱 静则生会 而一个人只有 像大学里面所谈到的 诚意 正心 修身 齐家 治国 平天下 而讲到 诚意 正心 修身 是内胜 就内在强大了 你才能够 齐家 治国 平天下 那叫外王 一个人缺的 永远不是钱 缺的是赚钱的能力 一个人缺的 永远不是团队 而是获得 追随着的一种能力 忍辱 知足 什么意思 一个人的胸怀 是委须成大的 老子也曾经讲过 知足不如 知之不淡 什么意思呢 一个人知道满足的人 他不会提出过分的要求 最后不会让自己 受到侮辱 一个人会给自己 叫停的人 那个这样的人 不会有大失败 我们西方语的询问 告诉大家 什么要成功 先发疯 头脑简单 向前冲 而我告诉大家的是 作为一个 一般的员工 或者是一个战士 你可以头脑简单 因为上面有指挥官了 但作为一个指挥官 你头脑向前冲 如果前面没路 会把你跌倒 万劫不复 如果前面是个墙 会把你撞到 头破血流 知道向前冲的人 我们要把他叫做 有勇气 有勇气的人 我们一般把他叫做勇士 而勇士的结果 往往是劣势 所以知道向前冲 是勇气 回给自己叫停 那叫智慧 知道该怎么冲 那叫明智 所以忍辱 知足 知止 这是一个领导人 必须要进行的 最基本的修行 和处施准则 而在第四方面 诉书总结了 治国 安邦的经验 他指出 民心 乃一国之本 得民心者 得天下 君主必要 移 移正道治国 我们说 移正治国 义齐勇兵 以吾为安天下 什么叫移正治国 记得要想把一个 是做的长治久安 一定要想 试着做的更久远 一定要有正思维 正能量 正形象 走正道 这叫移正治国 正 就是道 简直就是 对规律的了解 原子的坚守 趋势的把握 什么叫 移齐勇兵 移齐勇兵就是 移正 来治的国家 但是 你不管打仗 经商 要齐勇兵 在七月当中 什么叫移齐勇兵 产兵 社交独特 银三万要奇特 因为产兵独特 给大一个 必须要选择你的理由 银三万要奇特 才能够深入人心 还要以无为之天下 道家 也反映了黄世公的精神 黄世公本来取的道家 道家讲究有 道学管理三个境界 一个是为 一个人无为 一个人无所不为 这三个层次 你的三个阶段 首先是为 是为无为 为什么意思呢 你先要大有作为 在企业经营当中 怎么是能达到无为呢 你要先 把日常的工作 规范化 标准化 流程化 系统化 经过训练 让员工 习惯化 如果员工能够把 领导对他的要求 变成习惯化的动作了 那老板就不需要再做 过多的干预了 因为他已经养成习惯了 他都可以无为而至 当老板不需要 约束员工 干涉员工 员工依然能 仗着运转了 他都可以 腾住更多的时间 做自己该做的事了 才能达到 无所不为的 第三个境界 黄泽工还谈到过 养民之父 他说民父 才能过强 而且执政者 要明白 短 莫短欲苟德 要眼光高远 政策要有连续性 他还谈到过 后令 谬前者 毁 什么意思 这前面刚下过一个命令 后边又下个命令 而后边的命令呢 又把前面的命令 给推翻了 前后不打一指 政令不一 那一定会自毁基业 而在第五个方面 鬼屋德谈到过 他说 一个人 他的基础 是他的臣民 而江太公也谈到过 得民心者得天下 黄泽工也探到过 说一个人 一个领导人 一定要明白 做人的道理 做事的道理 他提出 好重辱人者秧 路如所认者威 这句话什么意思呢 好重辱人者秧 就是在大厅广众面前 他经常 或者爱侮辱别人的 一定会给自己 带来祸端 路如所认者威 所认 就在自己任命的管理层 自己任命的大臣 自己任命的将军 他就侮辱他 或者他把他自己任命的 重要的领导人 把他给杀掉了 如果领导人 做这样的事情 一定会给自己 或给自己的组织 带来威胁 他也谈到过 慢其所敬者凶 所敬者 就是他本应该尊敬的人 他却慢待他 如果一个人 真的这样做了 一定会给自己 带来凶险 所以黄石公在诉书当中 反复的告诫人们 为人处事 要懂得方圆之道 什么叫方 方式的做事的规则 原则不能犯 你要坚守它 圆就是处事要圆 坚守原则 但在预言打交道过程当中 一定要学会因人而异 因事制宜 时间不一样 地点不一样 人不一样 我出的方法一定要灵活多变 就像我们炒菜一样 下多少佐料 要完全要根据人而定 说这一方一元 就反映出了一个人 他内积的智慧 像我们的古代的钱 外边这圆的里边的方的 而这个小钱当中所谈到的 方圆之道 美国的专门研究社会关系的一个大家 叫卡奈基 他说 人与人之间 最重要的人际关系 在决定的事业的成败 这句话说 一个人的成功 只有百分之十五 来自于他的专业知识 而其他的百分之八十五的因素 都来自于他做人的态度 与厨师的技巧 我们尽量说 人有两个商很重要 一个叫智商 一个叫情商 什么叫智商 智商就是能够解决问题 分析问题的能力 什么叫情商 情商就是与人打交道的能力 所以一个人智商高 情商低 往往会英雄无用物之地 但如果一个人 智商低一点点 但情商高招人喜欢 往往会有贵人相助 但如果一个人智商也低 情商也低 一生平庸 但一个人智商也高 情商也高 一定会一生春风得意 所以方圆之道 谈的就是 坚守内在的原则 做人要有底线 不犯 这叫做方 原 与人打交道 出事一定要灵活 所以 黄石公 专门有一大篇文章 是讲的是 如何与人打交道 处理上下级之间的关系 和同僚之间的关系 而黄石公 在第六方面谈到过 一切大道 都寓于最简单 最朴素的事物当中 如果你能够认识到了 你理解透了 还能灵活运用 你就能顺天应人 把握时局 我们做事情 三件事很重要 一个叫石 一个叫事 一个叫局 什么叫石 石是食物 我们经常说 有志的石正成 对吗 不一定 如果一个鸡蛋 立志跟石头碰 结果只能完蛋 有志的前提 要吃食物 因为吃食物 这伪俊杰 咱现在谈一谈 诸葛亮 能力的很强的 但诸葛亮的选择 真的是很明智的吗 当时三大英主 一江东的孙权 一刘备 一曹操 当时的真正能够代表 时代潮流的 是谁呀 是曹操 我们研究历史 研究古人 评判他的历史功绩 要看三个条件 叫做辩证的历史为物观 那三个条件 第一 是否有利于解放生产力 二 是否有利于促进民族大融合 第三个 是否有利于提高老百姓的生活水平 我们看 曹操 统一黄河流域 促进的民族大融合 第二个 新修水利 盖善农具 在部队里面施行囤田制 让部队自己解决自己吃饭的问题 而降低了老百姓的负担 所当时真正代表着时代先进势力的 先进力量的潮流 应该是曹操 所以曹操手下战将千元 谋士如云呢 再来谈谈刘备 刘备打的旗号叫 匡富汉士 我们不通过儒家的什么正统思想来评判 什么中军思想来评判 我们来看看对社会的发展 汉朝西汉东汉四百年 在东汉时期 奸臣当道 民生凋敝 民怨沸腾 全国各地农民企业风起云庸 要推翻着腐朽的政府 但是刘备和诸葛亮还要匡富汉士 这叫做不同食物了 因为这个汉朝统治者 他不能代表先进势力了 所以诸葛亮选择了刘备 还要帮着刘备要匡富汉士 这叫做不同食物 了解国家政策 顺应国家政策 那叫顺丰 了解时机 把握机会 这叫得其时 不要讲事 什么叫事 趋势 人心 了解时代潮流 顺应时代潮流 了解行业趋势 顺应行业趋势 那叫顺水 如果一个人做事顺风顺水 自然容易成功 但如果顶峰作案 逆流而动 不仅不能够成功 也可能会让自己身败名裂 也可能会让你自己 出世未竭 身先死 尝试英雄 泪满金 而局 很重要 别人说我们两个 今天下棋会说 我们两个摆一局吧 局代表什么 局代表是 在同一个时空当中 各种力量之间的对比 我们做任何事 把握了时 把握了事 把握了局 只能可以让自己 抓着时机 顺应潮流 分清敌我之间力量的对比 做好定位 而让自己扬成弊短 当然容易成功 所以 黄石工的素书 告诉大家 如何顺天 就顺应天道 如何应人 了解人性 顺应人性 如何把握时事局 而让自己扎实精进 而且还要让自己 知足常乐 永远不要迷失自己 知道自己什么时候 该做什么时候 不该做 什么的 该做什么时候 不该做什么 那这人生大智慧 如果你真的能够 把素书当中 所讲的道理 脸无透了 运用在生活当中 就可以让你自己 百合有度 方圆有致 纵横随意 进退自如 成就绝世大功 这就是素书 能够带给我们的启示 有的可证 其道 利得 怀人 行义 屡礼 与万民 同好物 共优乐 是最根本的修身 立业 齐家 治国之道 以着中国 最文明 最正确 最稳妥 最可靠的 传世规范 把华夏 炎黄 这一句是文明的 优良传统 说成是历代帝王 统治人民的阴谋 诡计 是不妥当的 里边用大智慧 里边用大道 里边用做事的原则 梦子说 三代之德天下 以仁 其师其天下 以不仁 国之所以 废心存亡 亦然 天子不仁 不保四海 诸侯不仁 不保社稷 清大夫不仁 不保宗庙 使树人不仁 不保四体 今物死亡 而乐不仁 是由恶罪而强久 梦子讲的这个人 正是大道的表现 由此可见 自古其今 历世国朝 其此 道德仁义里无者 则兴 则胜 诗词无者 则衰 则败 就是一个人的历生处事 也是一样 有道则存 诗道则亡 全德则成 缺德则毁 毁人则久 不仁则短 行义则聚 负义则散 寻力而安 背离则危 这是事物发展变化的自然规律 三界十方 万类生灵 盖莫能外 道家与儒家的关系 是宇宙整体与人类的关系 大家讲的宇宙整体 而儒家是将宇宙整体的道浓缩于人类 宇宙的自然理数 即理数演化的过程 与宇宙之间的每一事物 不论大小 多少 高低 贵贱 非前 动直 事事物物 无时无处皆混为一体 暗通神明的造化至极 宇宙的自然理数 与理数的演化程序 在人类 就是人伦规范 人类规范的形式 就是人 就是内心有爱 意做事要正当 离上下有序 因此 道和儒家思想 同为一体 第二讲 浅局报道 成绝代之功 天道 德行 仁爱 正义 理智 这五种品质 是做人的七码要求 是成就功名的基本办法 此舞者与事物的关系 事物在发展变化中 胜衰有道 成败有数 治乱有势 去就有理 从而让自己审时夺势 待机而动 素书 第一章 原始章 原就是根本 原始就是最开始的 章就是篇章 原始章 是本书的总纲 在这一章里 阐述 世道 胜衰 治乱之起因 首先提出 天道 德行 仁爱 正义 理智 这五种品质 是做人的七码要求 是成就功名的基本办法 人生在世 以什么为根本呢 天道 德行 仁爱 正义 理智 极为做人处事的根本所在 这五这 也是中国人文思想的最高境界 是成就功名的基本办法 人生 成败荣辱 说到底 就是对着五个字的坚守 人们喜欢用欲 来比喻君子的德行 一面欲 有武德 欲之武德 为王道 润则一温 是为人 什么意思呢 君子像欲一样 欲脸打交道 如暮春风 不会让人感到不舒服 怜而不愧 是为义 什么意思呢 玻璃碎了 会割人的 会伤人的 而欲 如果是碎了 它是不伤人的 这叫做怜而不愧 这叫做义 锤而坠 不飞扬 是为礼 欲很重 是乡下坠的 它不是张扬 这都好像是君子 见到任何人温文尔雅 而不张扬 不飞扬 真密坚实 视为智 它质地很真密 代表是圣人 代表是智者 思维真密 质地明晰 视为信 它是通透的 它是很全我的 很真我的 相当于信 真面欲有武德 礼仪人之信 所以也把君子 往往用欲 来比喻 他的品德 上国造字 欲和王是不分家的 王三横一树 乃天地人 一树 乃参通天地人者 视为王 修武德 做君子 无辜 欲不去身 所以欲者武德 也可以用 道德仁义里 这几个字来形容 素书 原文说 书道德仁义理智 无者一体 这句话的意思是 基督说 天道德行 仁爱正义 理智 无种品质 本为一体 不可分离 这无件是教人 正心 修身 齐家 治国 凭天下的道理 如果你肯一件一件 依这实行 乃立身 成名之根本 道德仁义理 看似五种不同的道德标准 其实在知道做人上 是合而为一 是合而为一的 一个健全的人 应该同时具备 这五种美德 所以 儒家说 利人之道 约人 约义 它是正心 修身 齐家 治国 凭天下的根本所在 也是人生最大的智慧 天下万物 皆有道而生 故天地万物 无一 不体现着道 即道德本身 即表现形式 万物都具备 宇宙在乎首 万化生乎身 每个人都具备了 让你成功的所有资源 只要你善加开发 人为万物之灵 所以 人生的作用 即表现形式 更应该合乎道 人类社会的盛衰兴亡 治乱变迁 皆有人定 人若 起之于道 用之于德 表现于人 义 离 则胜 则成 则智 如果背离的道 自然就失去了人的作用 德 人失去了因为的作用 这个德 这不会有人义 离的表现形式 这正是导致 世道衰败的前因 因此说 福欲为人之本者 不可无一言 为什么中华文明 名言五千年不绝 中华文化 常设不学的奥妙 在于三大文化 尊天道 孝道 和师道 三大文化 精准着道德 仁义里的文化基因 中国文化有一个显著的特点 那就是 自相不息 修德修身 目的就是追求人生的三不朽 即 利德 利公 利言 道家讲长征九世 那么什么才是不朽呢 简单的说 只要精神永存 圆满 极为不朽 中国的神 都是由人而修炼成的 明年将祖宗崇拜 而那些成了神的祖宗 不过是道德的化身 拜先祖 是他们对本民族 社会后代的贡献的 肯定和感恩 在中国人看来 精神并不是虚无的 而是某种有智有形的东西 具有超乎我们想象的能量 这种思想从儒家提倡 人者无敌 到今天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 一一贯之 如何才能获得这种能量呢 中国人又提出了 以内行为主的自我修养 并将道德人以理武德 作为日常修养的五个具体标准 试想 如果一个民族的大多数人 都能自觉追求精神的不断自我完善 这个民族肯定会在历史长河中绵延长久 苏书曰 道者 人之所岛 是万物不知其所有 这个岛就是富藏导火的岛 岛是建行实行的意思 这句话的意思是 所谓道 就是宇宙万物 人类社会运行不绝的自然准则 道虽然支配着天地万物的生成变化 却很少有人知道他们运动变化的由来 道 覆盖了宇宙万物 广阔无边 人们或者 行动 或者停止 或者言语 或者沉默 或者外出 或者内居 或者喝水 或者吃饭 大到无极 小到微尘 有哪个归向不在道的折笔之下呢 春生 夏长 秋收 东藏 宇宙万物 或者茂盛 或者枯萎 都是他们自己应该得到的 这是地利自然之道 人类产生了天与地 君与臣的道义 富于子的亲情 富于富的不同 朋友间的诚信 如果能够顺应自然运行的持续 掉在研究地利的优势 造就万物自然生长 这是人是自然之道 用人 不能够为他命名 所以仁爱的人 看到他 称他为人 用智 不能够完全表达他的意思 所以智慧的人看到他 把它叫做智 普通百姓不能看到他 所以随着实时在使用他 却不知道他 所以我们说道可道 非常道 虽然道难以捉摸 但人要想建功立业 成就大事 必须要问道 学道 明道 还要修道 祈道 和大道 才能够得到多主 自助天主 明道者顺道 顺道者是一成 周围望周无望 他们的王者之道 这里面得到多主 天下都来相应他 师道 逆道者 是必败 变了下节 伤正王之败 宿书曰 得者 仁之所得 是万物 各得其所欲 这个欲 就是随物 顺利 将要 应该的意思 这句话的意思是 所谓得 即使指人的所得 即使让世间万物 各得其所 各尽其能 气候在四级运行中 产生了冷热的变化 刮风下雨 滋润万物 这是德行 自然植物 各得 自己的产出 飞禽走兽 平静的生存在各自的区域 大山万物 如其所愿 保持本性 值得地的德行 其实前代 圣贤的经典 掌握古今 事情的道理 安稳的生活 陶冶心性 对君主忠诚 对父母孝顺 对朋友 诚实守信 做事情 注意规律 合乎规律 这就是德行 规划一片树林 让树母自由成长 措影甘霖雨露 追求天空阳光 规划一片天地 让孩子自己打拼 发挥特长 实现远大理想 打造一个平台 让员工人尽其才 兑现职业梦想 如果你能帮别人 心向市场 你自己当然 也能够美梦成真 所以最后的领导 就在帮着员工 成就他的梦想 即使万物 各得其所欲 能知道这一点的 必然是道德高深之士 所以孔子说 德不孤 必有灵 有道德的人 永远不会让自己 孤立起来 因为山生 则寿归之 冤生 则龙归之 道高 则好运来 德高 则闲人来聚呀 宿书曰 人者 人者所亲 又词汇 侧影之心 以随其生成 词汇 是指不爱和恩惠 侧影是指 真诚 悲痛 同情 怜悯 这些话的意思是 所谓 人 即使人与人 人与万物之间 相互亲爱的关系 有慈悲 侧影之心肠 让万事万物 都能随其所愿 各得其成 北宗宰相张上英柱 这些话的柱是这样说 人爱的本体如同上天 上天没有覆盖不倒的地方 如同大海 大海没有容纳不了的河流 如同雨露 雨露没有滋润不了的万物 慈爱 诗慧 侧影 同情 是拥有人爱的具体手段 虽然不刻意地去和天下万物亲近 但是天下万物 无不自觉自愿地亲近他 没有一个人不愿意 不获得他所安乐的地方 没有一物不获得他生存的地方 自己不愿意的 不强加给别人 如果人人都可以帮助他人 感激他人 那人们自然会亲近 用要求他人的意愿 来要求自己 用宽恕自己的意愿 去宽恕别人 人是儒家思想的核心 是孔子学术的中心 他特别强调 先人后仪 为别人着想 但什么是人呢 一言一蔽之 人的思想 即孔子所说的 即所不欲 勿施于人 即所欲 亦施于人 人的表现 是慈爱 优惠 真诚 自然 公简 千让 用的事物 则为宽宏 忠素 灵敏 体恤 忧伤 慈悲 随物顺利 五一五 不活其生 五一五 不活其成 从自己做起 首先要从心做起 如果你人 能舍身处地的 实时的去 体会别人的难处 体会别人悲苦的人 那他就是圣人 也就是佛家 提倡的慈悲心 当你用这样的一颗心 去对待世界的时候 世界也会 以同样的方式 回报于你 这叫做 爱出者爱返 福亡者福来 我们具备的人爱之心 做好在身边的事 究竟是为了什么呢 孔子给出了最终的答案 一切都是为了他人 这也是中国人文的最高境界 而先人后级 就成了一切为他人唯一途径 仁爱之人 就是要把成全别人放到低位 集欲利而利人 集欲达而达人 让周围的人 都能够快乐于生活 这样一来 不但是自己的道德修养 大为提高 更能为自己带来人气 给自己赢得 更多的尊重和拥戴 令自己的人生和事业 都顺风顺水 只要你让别人得到他想要的 你一定可以得到你想要的 这就是世间永恒不变的法则 因为任何一种能量发射出去 它都会如期的返回 苏书 书说约 义者 人之所义 这义者就是事义的意思 赏善罚恶 以利功利失 正常话的意思是 所谓义 这就指人应该遵从的行为规范 人们应该根据意义的原则 来赏善成恶 以建立工业 张上英著 道理所在的地方叫做意 按照道理而尽用决断 是实行意的方法 奖赏美善 惩罚罪恶 是意的道理 建立功劳成就事业 是意的决断 合无势力的行为就是意 值得就是人办事时要合时宜 处事要得体 让人感到舒服 如果再进一步隐身 意就是应该做的事 也就是说 意是一个人为人处事的判断标准 符合这个标准的究竟善 就应该得到奖励 而违背这个标准的就是恶 就应该受到处罚 顺事务之理者为善 表彰 加奖 逆事务之理者为恶 决断而罚 杀一人而三军阵者 杀之 蒋一人而三军阅者 蒋之 如果在丹妹里边 你想让他干什么 你都讲什么 你想不让他干什么 你都罚什么 这就叫做 讲善 罚恶 故 朝政有法 家庭有规 行军有律 工讲 自有规矩 所以现在是 人事物各得其仪 各顺其理 必然建立功绩 成就事业 当然了 处理这个意 要灵活 在战国时 一个大家 叫淳于坤 他就问孟子 男女之间 不亲手递送东西 就叫男女受受不亲 这是理的规定吗 孟子说 那当然是 淳于坤又问 那么假如嫂嫂掉到水里 小叔子 要用手去拉他吗 孟子说 嫂嫂掉到水里 而不去拉 那简直是豺狼 男女之间 受受不亲 只能理的规定 但嫂嫂掉到水里 小叔子用手去拉他 这叫做通权答辩 纯昏又说 现在整个天下 都掉水里了 先生不去救援 这又是为什么呢 孟子说 整个天下都掉水里了 要用盗去救援 嫂都掉水里了 用手去拉就可以了 你难道要让我 用手去救援天下吗 所以亦要因事而言 要因事而移 宿书曰 离者 人只所屡 素兴业媚 亦成人伦之序 这叫素 就是早上的意思 这句话的意思是 所谓离 就是人们所身体力行的 做人处事的规范 延伸 到道 大的方面来讲 就是一个组织的各项制度 国家的法律政策 论语当中说 非离物事 非离物听 非离物言 非离物动 就不符合离书的 不能看它 不要听你不该听的 不该说的话你不要说 不该动的时候你不要动 由此可证 离是人伦的自然秩序 无论清晨的起床 夜晚的前昧 均许 要按照规矩 不可施其常 天地万物 均在自然相合的平衡 和谐之中生生化化 比方说 要与天地和其得 一经当中所说 与天地和其得 与日月和其名 与四十和其婿 与鬼神和其其婿 什么意思呢 要像天一样自将不息 要像地一样厚得载物 日出而作 日落而息 与四十和其婿 什么意思 春生下长秋收东藏 那春天生发 春天 春阳干 夏阳新 秋阳沸 东阳盛 怎么饮食呢 春是苗 夏是夜 秋是花果 东是根 就当你自己的起居 与每一天 与一年的四季 都相吻合的时候 你可以与天地同其受 这是个自然的规律 我们以朝政来论述 君主使臣以礼 臣使君以忠 记者 孔子的思想原话是这样的 而不是君让臣死 臣不能不死 父让子王子不能不亡 而这君主使臣以礼 臣使君以忠 臣对君的礼 是一礼相待 那臣对君主要忠 这是他们自己的礼 国刚必正 那万民必敌 百业兴旺 四海必福 再加道论之 不是父长子王子不能不亡 而是父慈子孝 什么意思呢 父母对孩子要慈爱福育 而子孙孝敬父母长辈 要孝敬善养 而哥对弟要替 弟对哥要公 所以哥哥姐姐爱护弟妹 而弟弟妹妹 要敬重自己的哥哥和姐姐 而夫妇之间 将都是夫唱妇随 这是家道 如真能做到 则六亲必和 家道必兴 凡事都是如此 苏书曰 夫欲为人之本 不可无一也 这句话的意思是 这凡是想要树立 修身利业的根本 道德仁义离 这无动思想体系 是不可缺少的 而且缺一不可的 只要人 只有欲望 而且欲和难填 劫责而渝 再无机会 破坏生态 匕首惩罚 你娶的时候 可能就伤害了别人的利益 随之就在争斗 所以 有了天理规矩 法律与制度 天道 德行 仁爱 正义 理智 就是这场游戏的规则 符合这些规则 或者只要守着其中的几项规则 你那可能会一路凯割 成就一番事业 但如果你违背了这个规则 你可能就会一事无成 甚至是身败名裂 苏书曰 贤人君子 名誉圣衰之道 通乎成败之术 深乎治乱之事 达乎去救之力 这句话的意思是 贤明能干的人物 和品德高盛的君子们 他能够看清国家兴盛 衰弱 存亡的道理 通宵事业成败的规律 明白社会政治清明 与紛乱的形式 懂得隐退 侍进的原则 君主实行人证 任用忠臣良将 国家繁荣昌盛 那么就可以去尽心做事 学会文无义 获于帝王家 君主如果不行正道 不采纳良言 国家衰微 那么你就应当退隐闲居 倘若是 贪爱功名利禄 不懂得出世入世的道理 一定会有祸患 临在身上 能看清社会 修明与分量的形式 入世隐居 都要依照形式而定 能懂得隐退 侍进的原则 也就可以选择时机 或者进 或者退 参着 详细地考察国家的 强盛 衰微的样子 如果君主英明 能查拿雅言 听尽忠臣的劝告 即使没有贤令臣子辅佐 他的国家一样能够治理 君主如果不够英明 不能够听尽忠臣建议 疏远有才能的人 那他的国家一定就难以治理 所以说 事实难料 但万物的发展皆有征兆 这对领导者 要懂得四个本事 望 闻 问 切 望而知之者 为之神 什么意思 我一看 就知道 正洁所在 关键所在 而且知道这意味着什么 能够见为之主 透过表象背后 发现问题的本质 这种人 叫神 闻而知之者 为之圣 我听一听 我就能够发现 正洁所在 观念所在的 这叫圣人 问而知之者 为之公 我经过问你 而知道病在哪里 我经过问你 我知道正洁所在 问你所在的 那叫专业 切而知之者 为之巧 就经过好脉 经过分析 我知道问你在哪里了 那叫巧 那叫好 这是中医 看病的四大法宝 我说良医者 可以为良相 所以一个好医生 他可以当一个好的宰相 因为治病和治国的道理是一样的 因为医生讲究 阴阳要平衡 国家要讲究 社会不能有太大矛盾 不能计划矛盾 道理是一样的 所以如果一个孩子叫医生妈 你不知道孩子想说啥呢 这妈可能是后妈 因为你都不知道他内心世界嘛 如果一个人找人家看病了 你看他一眼 还不知道病在哪里的 这个医生肯定是个假中医 如果一个员工敲你老板的门 门打开了 你看他一眼 还不知道他想说什么的 这个董事长 一定对公司的情况不够了解 看一个员工的精神风貌 就知道这企业的文化建设 看一个老板的个人风采 就应该知道他的营销怎样 看一个企业的价值观 你一定应该知道这个企业 是否在头正道 看一个企业 他的愿景 你就应该能知道他在哪里 他能走多远 所以我到一个企业里面去看一圈 我不停在介绍 公司的大的情况已经了解了 因为医生一定比病人 更了解他的身体 领导就得如此 要学位建为支柱 鬼骨子也好 黄石工也好 通天道料地道 最重要的通人道 世界上所有的伟大的领导人物 莫不是了解人性 把握人性的高手 所以你要知道人们的人性的音微变化 还要知道变化之正 正什么意思 正就是征兆 领导为什么称自己为正呢 他不断提供自己征兆征兆征兆 好的征兆 我要最先知道 坏的征兆 我也要最先知道 一个好的征兆 那对我来说是个机会 我要抓住它 利用它 坏的征兆 那是隐患 我要避免它 领导的价值就在于 你能够发现别人 发现不了的机会 能够在危险发生之前 而预料到它 而打上预防针 让它没有机会发生 所以打人性之力 见变化之阵 是因是退 是进是退 这当中 你要看明白 所以 个人对事物的判断 至关重要 黄世公 用了四个字形容 明 通 审 把 这四个字 来强调 这种判断力 明什么 圣衰之道 通什么 成败之术 想明白是圣 是衰的 道理何在 成一败之间的 理数何在 要深呼 治乱之事 要认真详细的研究 这是大智的 和着大乱的 这个趋势 是走向大智的 是走向大乱的 而且还要明白 叫达 达乎去族之力 然后要明白了 是应该 走向前一句 帮助它 求功名 还得隐退 离开它 说起来很容易 明白起来也很容易 但这真的 做的的人 很少 比方说 范黎和文仲 两个人 帮着鱼王狗剑 出了七个国策 后人称为 济然七策 鱼王狗剑 用了其中的四个 就灭掉 无王府柴 而让越国成为 春秋五霸当中的 最后一霸 但范黎 他明白 春花秋也不可久貌 于是就给文仲 写了一封信 焦兔死 走口喷 飞鸟尽 梁公藏 敌国灭 谋臣王 劝文仲离开 这个鱼王狗剑 因为范黎是个命理学家 他看到鱼王狗剑 蛇镜鸟绘 什么意思 脖子很细很长 嘴巴很尖 这种长相的人 只可共患难 不可共享乐 但文仲认为是 刚刚 我们把吴国打败 越国百费戴心 我要帮着大王 去治理天下 也可能会有一些 名利的心吧 但是 范黎走后 不久 一往狗剑 就找到了文仲 他心说 你和范黎给我出了 七个国策 我用其中之四 就称霸了天下 那三个我用不到了 就给了文仲一把宝剑 让文仲 自闻而死 所以有时候 进一步是生 退一步是死 有时候进一步 是死 退一步海阔天空 说明 通 神 达 是非常重要的四种基本本事 所以 一周的眼光 决定一周的视野 真的做大事的 比勒凯兹 比方说 巴菲特 真正做大事的人 眼光是第一位的 想做一个成功的人 必须要投入一个 有前途的视野当中 古代有一人 到处学本领 立志 要当屠龙之士 至少杀龙 要学这个本事 可是你见过龙吗 天下本无龙 你学那个屠龙之术 你怎么能够成就事业呢 所以一流的事业 是否适合你 也是一个问题 这都需要审视夺视了 一旦发现环境并不适合你 那你只要 打呼去救之力 因此世界上的每一件事情 都有它自身的规律 所谓的成功人士 就是顺应了这种规律 而不是他创造了某种规律 在规律面前 我们只能了解于顺应 人定胜天 那是狂妄 在规律面前 只有了解于顺应 成功人士 就像是一个登山者 事业的规律 就像是上山的台阶 摩尔珍的台阶 事半功倍 找不到台阶 只能从悬崖处盘登 结果事半功半 或者一无所成 有的台阶 并不是万事打击 你还要将自己的因素 考虑进去 这个设施很好 你有本事做到吗 量力而行 量度而行 什么是度 度就得恰到好处 孙空那个金箍棒啊 其实呢 也不是个武器 金箍棒是什么 金箍棒 中间是铁 两边是金 金箍棒 什么意思 手持两端 用其中 那叫中庸之道 什么叫中庸之道 做事不越位 不错位 不登不到位 贵在恰到好处 所以我们中国的代表文化 是中原文化 中原人特别爱说一个字 叫中 什么叫中 喜怒哀乐之未发 未知中 发二皆终结 未知何 什么意思呢 你面膜表情没有喜怒哀乐 表现出来 那叫中 而如果它表现了 恰到好处 那叫合 所以本来一箱浇水 泡茶 结果烧过了劲 水早变成了水蒸气 茶自然 就合不上了 登山的应该明白 哪里该逆势而上 哪里该顺势而下 哪里该回心转意 这就是明 这就是明 通 审 达的妙用 一旦做事 必须要 看透 宿书 这句话的意思是 所以当条件不适宜的时候 你一定要没守正道 甘于隐福 等待实际的到来 我们说有志的石经城吗 刚才说的不一定 张上英说 真道 真正的大道啊 就像那船只一样 石积 就像大水一样 有了船只 船江的便利 却没有江河的水 来使得运行 你就不可能知道船只 船江有利于渡河 孟子说 谁有智慧 不如城市 谁有资机 不如代石 这话什么意思 虽然你要大智慧 但不如赶上一个好时机 虽然你有一把力气 有种田的锄头 但你也不如 等待风调雨顺的年景 也不如按到24节起 来颁布农事 所以 贤任君子 审时夺势 不苟安 不妄为 如果机会不到 龙卧南洋 怀起隐居 就像诸葛亮一样 世界未到的时候 宫中于南洋 做官天下大事 内依养智 外依养德 对内 加强内心修为 培养自己远大的志向 这个养智 包括两个方面 第一个是 培养自己远的志向 好给自己定一个明确的方向 第二个 这个智慧代表意志 一旦方向确定了 要坚守不动 不要轻易改变 即将挖井一样的 确定下面有水 要不停地挖下去 不能中道而废 外依养德 对外边 要平时有伟大的品德和德行 云南大后交道 使自己具备达天道 就是明白天道 有德行 明仁爱 守正义 通礼仪 这些品德 一旦机会来临 那叫做 欲在梁内求善价 拆在峡内带是非 就等待着 一个美欲 放在柜台里边 争取一个好价钱 而拆在峡内 等待机会来了 要战志高飞 若实质而行 只能集人臣之位 待机而动 只能称绝代之功 如其不欲 陌生而已 这句话的意思是 一旦时机到来了 机会成熟了 那你就抓住机会 打开心门 开口讲话 高道做事 有所作为 有所行动 你就能够建功立业 慰藉人臣 如果所欲非识 若机会为道 那你就淡泊名利 逍遥自在 让自己安度 自己的一生 张响应助 养到平时有备 赶上时机 就立刻行动 时机不可错过 哪里允许去揣夺议论呢 机会不到 就说也没用 而王氏批助 君主与陈廖的相遇 是需要时机的配合的 如果赶上好的机会了 君主对他言听计从 你就能建功立业 身具大臣之力 比方说江子牙 垂钓鱼 与喂水 不钓鱼鳖 只钓诸侯 他钓鱼不是目的 等的是谁啊 等的是周文王 诸葛亮公公于南洋 我想他一定不是 最新的农士 汹涌大略 包装宇宙大智慧的 诸葛亮 会愿意当个农民种地吗 他就等待时机 等待明军来访 当年的魏征 跟随黎密 后来跟着建成 太子 不能够实验自己的志向 不能成功立业 直到他遇到了唐太宗 他只言不讳 唐太宗言听计从 而魏征成就了唐太宗 也或者说是唐太宗 成就了魏征的名臣 而让他官居相位 名垂千古 这期的把握时机 而攻成名字的例子 你知道了 如何侍奉君主的得失 明白自己所处 地位的安和威 等到有好的机会 再施展自己的才能 辅助选民君主 一定向下推行君主的恩惠 治理国家 首先应该体系居民 这样就可以建立足以 必肩前代贤臣的功绩 如果没有遇到好的君主 如果没有遇到一个好的合作伙伴 那你就应该懂得手拙之道 隐记埋名 不闻世事 将自己逍遥自在 过完自己的一生 如果强行推行自己的主张 一定会使自己受到伤害 为了商鞅 法家的代表人物 他刚好遇到了百废戴星 有雄仙大略的秦孝公 拜商鞅为大粮造 将力军耕 实行变法 短短的十几年光景 而让七国最弱的秦国 一跃成为军事大国 但是赏失他的秦孝公没了 或者是功高震主 或者是受到了反对派的 他们对他的暗害 所以他被秦桧王 把他撤裂了 所以如果是他能够像范黎一样 功成身退 那么也可以保自己 一个好的结果 一个好的归宿 一个有充分心理准备的人 一旦风云际会 就能够成事而上 欲施而动 这个驾驭的欲 叫欲施而动 可以开创一番大事业 实现治国 平天下的大愿 贤任君子 怀气欲深 若时机不到 就隐没自身 这就保全自己的生命 但你依然可以做到一个道德高尚 受社会尊重的人 所以每一个成功者的背后 都有漫长的准备 主要是心灵的修炼 浅局报道 机会永远不找无准备之人 有了准备 并不能保证你一定成功 诸葛亮如果不能赶上当时的社会时局 他只能是陌生而已 可见机遇局势 对于有智者的重要性 所以智者从不欲天斗 亦不欲士斗 而这欲士斜行 韩非子告诫人们 试着 胜众之滋意 就是说 趋势和潮流 是战胜别人 他最根本的资源 而审视 是成功的必要条件 否则极致想尧顺这样的圣人 如果不审视多事 不审视而行 则功不利 名不随 魏征遇到了唐太宗 得到了一个征臣之号 但如果是 魏征遇到了商周王呢 那他可能会像笔干一样 被挖心掏肺 所以 人与人之间都是愈合 苏书曰 事已期 道足高 而民 重于后代 这句话的意思是 所以这样 道得高尚的人 能够知晓形式的变化 能够把握 进退百合的尺度 往往 能够共鸣盖世 成为后世人们 学习的典范 才会有机会 让自己 名传后世 所以在这里 黄石公讲到过 一个人要所谓 看清形式 待机而动 其实 这与先贴 鬼骨子的思想 百合之道 是完全混合的 鬼骨的说 白者 开也 延也 扬也 合者 必也 莫也 因也 合的意思是 当机会未来的时候 要学会 关闭新门 等待机会 闭口不言 机会一旦来了 要抓住机会 打开新门 开口讲话 高调做事 而让自己建功立业 而鬼骨子用两句话来形容他 来可以佐证 诉书当中所说的这段话 他说 分为法腐熊 散世法治鸟 什么意思呢 熊的力量是很大的 一张下去 可以把钢板打完 但熊表面是很笨拙的 就当机会未来的时候 你像熊一样 老老实实的 趴到哪个地方 但是 不得被动等待 而是寻找机会 而一旦机会来了 要散世法治鸟 什么意思呢 出击的时候 要像鹰一样 凶猛的鸟类一样 过断出击 鹰有四大特征 一 有双鹰眼 高瞻远瞩看未来 明虎 胜率之道 还要通虎 成败之术 看未来 看趋势 第二个 可以明察秋毫 看现在 才在万丈高空之上 对地面动静 了如指掌 甚乎 自乱之事 它有一个铁一般的翅膀 可以飞在万丈高空之上 飞得足够高 因为飞得足够高 所以没有任何天敌 我们做事情 我们的产品 有足够优势吗 你的公司的同行当中的地位足够高 没有竞争对手吗 一个铁一般的慧 还有个什么 铁一般的爪子 一个倒一般的嘴 铁爪子 一旦在万丈高空发现地面这个动静 有猎物 他浮冲而下 突如其来 神如其来 让他的竞争对手 还没有反应过这时候 即别干掉 这就是出击 机会未到 静待机会 机会已到立刻果断出击 这就叫做百合之道 百合之道 也是人生的进退之道 给大家分享四句话 得一句话 圣志超群者 这就叫做什么意思 如果你真的聪明盖世 要让自己装点一点傻 叫大之若鱼 不要卖弄聪明 杨修不是卖弄聪明 不是后来被曹操干掉了吗 聪明难 糊涂难 而让一个人变聪明难 但又聪明变糊涂 更是难上加难 功高盖世者 许守之一让 功高震主 或就不远了 领导者要记住三句话 不要与上级争锋 你要向在领导的前面 站在领导的后边 不要给领导争锋 第二句话 不要给同僚争宠 第三句话 不要给下级争功 你下级干得好 当然你要有功劳 你不需要倒着宣扬 你比下约更高明 容力正视者 许守之一切 真的无功盖世 内心要保持一个胆怯的心 因为能人背后有能人 高手背后有高手 山外有青山 楼外有高楼 而富有四海者 许守之一千 真的有钱人 你不需要倒着张扬 不需要一些名牌 带名表开豪车 因为那不需要 我们中国的 有几座山 冬月泰山 他们形容冬月 叫做泰山如坐 泰山像个人坐着 而华山如历 什么意思呀 华山像一个人在那站着 但颂山 他最应该好好站着和坐着的 但颂山 像人握着 像一个山在那握着 这就是黄河文明 这就是中央文化 也只有 河内人的老子 能写出道德经 因为他处在春秋年代 他发现春秋争霸 谁先争霸 谁先死 大家看 西欧 两次世界大战 都是德国发起的 因为德国的工业发展很发达 但政治地位不匹配 博兰很厉害 他一个月 把他干掉了 法国当时在欧洲 是第二的 结果 法国被这个德国 一个月 把他灭掉 英国当时 是欧洲的工业第一大强国呀 克斯特飞机 没飞起的时候 就被德国 把他炸毁了 苏联 美国 法国 几个国家联合在一起 把他给灭了 但是整个欧洲 有个国家 非常小的一个国家 因为他小 他没有资格与别人争霸 他宣布永久中立 那个国家什么地方 瑞士 这一百多年来 全世界几乎所有权贵的钱 都在那儿存着 因为他小 因为他弱 反而更安全 说西方文化的大树文化 大树 又叫钢墙文化 一阵风来 树就可能会被吹断 但中国的文化 是小草文化 是弱墙文化 世界上四大文明古国 就中国保经五千年的 苍苍苦难 到今天 依然屹立不倒 绵艳不绝 原因在什么 原因就在于中国的 弱墙文化和小草文化 中国 原来 就是个方圆不到 二百里地的 一个华夏之国 中国文化 正是在 外族 入侵过程当中 逐渐强大的 因为中国的 因为中国的讲究 上善若水 天下最柔弱的 一定是我最刚强的 老子讲 天下至柔 吃成于天下至坚 所以我们比的不是 一下子跳多高 逼的是 我们能走多远 古罗马 很强大 一夜之间 没了 古希腊文明 很强大 一夜之间 没了 但中国 上善 若水 但中国 小草文化 所以 它可以 绵延不绝 所以世界上 最柔软的 哪是动得最柔软 水 哪是动得最柔软 空气 因为空气最柔软 无孔不入 因为水最柔软 所以水的适应性 就最强 所以古代那些 道家高人 就像黄中共所说的 名誉盛衰之道 他懂得 盛与衰的道理 更通达于 成与败之间的 原因 他能看清楚 未来的走势 来决定自己 是出来干涉 还得引退山林 做修炼 这就是水的品性 你要问水 问河 遇到一个大石头 怎么办 遇到一个山 怎么办 谁会告诉你 不知道 他为什么不知道呢 因为他说 走到跟前再说 他能够 绕过去 绕过去 不能绕过去 他渗过去 他不能渗过去 他要把自己 变成水蒸气 让风 带着他 前进 水 正常情况之下 他可以随缘 救方 放在方的容器里边 他成像方的形状 放在圆的形状里边 他是圆的形状 这叫随缘 救方的能力 就是对环境的 适应能力 能将形式 任何环境 但热了 它可以变成水蒸气 冷了 它可以变成冰 雨 雪 冰 宝 但是 它外边形状改变了 但水依然是水 所以这就叫做上山入水 这就叫做适应环境的能力 一个小河 越过高山 越过树林 来到了沙漠 他几经奴隶 都没有办法 前进了消失在沙漠当中 后来他放弃了 这时候他突然听到了 身边 有个浑浑的声音说 如果微风 可以越过沙漠 那您也应该可以 这个小河很奇怪问 你这谁呀 他说我就是沙漠呀 他说你说这句话 什么意思呢 他说 如果你愿意改变自己的话 那么风可以带着你前进 他改变自己什么意思呢 他说了 你把自己变成水蒸气 风可以带着你前进 去带您走向你心中的大海 这都小河在想 什么变成水蒸气 那就不是我了吗 沙漠说 你之所以认为自己变成气而不生理 是因为你忘了你原来是什么样子了 小河依稀地想到 回忆起来 原来好像在空气当中 它就是一个水蒸气 遇到冷变成水落了下来 然后会成了小河而有了今天 当这个水意识到它远来的是什么样的时候 它依然决然地决定要改变自己 把自己变成水蒸气 蒸腾在云雾当中 让风带着它前进 一个人要想实现自己的梦想 一定要有一种 改变自我 适应环境的这种能力 不要让自己成为自己的障碍 了解时代潮流 了解当前的市局 认清自己 决定自己是进 是退 这是人生大智慧 这是百合之道 也是黄神公所说的 君子成就之道 有机会 抓住机会建功立业 如果没有机会 潜居保到 一代其事 所以这是素书第一篇所讲到的原始篇 给大家带一代其事 第三章 德志兼备做极品之人 实行人政 以德治国 愿进的贤才都会臣服 守正方能出齐 以政治国 以齐用兵 以无为安天下 如何守正 领导备 领导者要进行三项修炼 郡的德行采质 豪的仪表 清廉 节的特出卓越 刚毅 坚真 好 本章是素书的正道章 什么叫正 什么叫道 不偏离中间 不偏不移 就是正 人们走的路 就是道 在这一章内 告诉人们 英俊豪杰 是如何通宵势力 并按照各自的道义 旅行忠诚 神效 和义气的 正有两个意思 一 即正 说到人生陶略 很多人偏好奇谋 总想出奇之胜 最终难免落个 盈盈狗狗 殊不知 世间最简单的道理 才是正道天理 道 德 仁 义 离 无者 就是做人处事的正道 守正 方能出奇 以正治国 以其用兵 以无为安天下 正道章 想告诉人们的 就是成大事者 必须要守正的道理 二 即正也 正明的正 正自然之道的作用 即功能 故以正道为张明 此章主旨 是颤发自然之道的作用 即功能 本章共分三段 第一段 是以出虎其类 拔虎其碎 俊的德行才智 来证明大道的体性 第二段 是以坚强刚毅 人中殊胜 豪的仪表 清廉 来证实大道的作用 第三段 是以特出 卓越 刚毅 坚真 结的浩然正气 来证明大道的功能 俗书语 德 足以怀远 这个德 只能提现自然之道 整体作用的 为这德 道的外在表现形式 叫做德 怀 是心中 真心 诚意的 服从的意思 德 足以怀远 意思是 道德高尚 则可以使 远方之人 前来归顺 实行人证 国家平安无事 百姓 安居乐业 以德制国 远近的百姓 都会臣服 有德的君主 和贤能的臣子 修炼自己的道德 并把德行 施展在政治上 尊重人才 宁愿降低自己的身份 这样一来 好的名声 就传播到远方 豪杰人士 听到这样的贤明仁义 自然就归服过来 这就是修炼自己的道德 并在施政时 功行道德 好名远扬 能够使远方的人 心悦诚服的 归顺的道理 德高 足以服人 量宽 足以容人 清才 足以巨人 身先 足以帅人 道德高尚的人 以天下为己任 不举你 个人小利 尊敬贤者 爱惜人才 自然是人 心悦诚服 是天下豪杰 闻风而动 甘愿归服 战国死公子 孟长军 就是一个品德高尚的人 他在门客 最多是可打三千人 孔子弟子最多时 竟然也有三千之众 来自不同的诸乎国 大家不远万里来 看重的正是他们品德高尚这一点 欲取先鱼 空谷回音 你所得到的 就是你曾经给予这个世界的 道德 就是你想应对世界的一种态度 它就如同一种善力 而世界反作用回来的 也一定是善力 德行充实于内心的人 道德作用 即人的精神 似电波一样 流露发誓于宇宙之中 它的神气 力量 在无形中吸引着万物 故事人内怀 喜悦之心 近者归 远者父 素书曰 信足以依义 义足以得众 信 是指诚实 讲信义 一 是统 和 统一 综合 诚实 守信 就可以使不同意见的人 归于统一 义足以得众 判断 处理事情 做事情 合乎道理 就足以 就足以获得众人的支持 和 拥护 上天 失去信用 四句会错乱 人 没有信用 就不可能有 建树 诚实 守信 是立身成命的根本 所以 自古成就 大事业的人 大都 沉默少言 但一旦 说出来 就必定履行诺言 再不肯毁约 一亿的意思 天道只有一个 并没有那么多解释和分歧 是别人先于自己得到奖赏 利益自己不过多占有 有乐同享 有苦同当 就像蜀汉刘备当初 与关羽张飞 桃圆结义 最终在三国时 成就功名 黎世民在太原 广行仁义 最终在随末 成就霸业 这就是依靠仁义 可以得到群众的 拥戴的含义 得人千金 不如 既不一诺 商鞅为树立政府威信 习目赠金 讲的都是关于诚信的故事 关于诚信的意义 我们已经讨论了几千年 至于诚信缺失的危害 我们也检讨了几千年 从这几千年的反复中 有两点是可以肯定的 第一 诚信对于一个社会 一个民族 对于一个人的成败 荣辱至关重要 第二 时至今日 诚信依然是社会上的 某种稀缺资源 正因为如此 如果一个人能够坚守诚信 行之有益 一定能够激荡起 人们心中的涟漪 这也叫守正出奇 金 木 水 火 四流物体 它们的性质与现象 不但截然不同 而且各居特性而相克 唯独 宽广 忠厚 诚实 稳固的大地 能是四类综合而统一 木 肥土不长 金 无土不生 火 离土不染 水 被土泛滥 因此 人们应取法 土的诚实 稳固之德 得事物 应以宽宏 忠厚对待之 表力如一 言行一致 方可取信于民 统一一类 俗书 约 财 足以建古 明 足以照相 此 人之俊也 这个财是指 一个人的才能 才干 建古 是指平地 这句话的意思是 财实 杰出 可以知古 见金 聪明 睿智 贤明 通达 可以知 重 荣重 小欲 疏远 区别这样的 德信 义 财 明 无种品质的人 而能做到 就是人中之俊 参照故人 成功与失败的事例 如果没有才智 就不能遇见 现在的成功 或者失败 如果不够聪明 就不能分辨 正确 还是失误 才智双全 必能了解 当下的情况 聪明 广闻 必能够 预测 兴衰 成败 如果参照 从古至今的那些成功和失败的事例 就能够对现在的所作所为 正确与否 做出判断 人 如果 耳聪慕名 替杀古今形式的转变 没有什么东西 不能预测到 人居高位 如同明镜高悬 人们的善恶贤鱼 就能够很自然的看见了 身居要职的人 倘若能够明辨是非 底下的人 就不敢为非作呆了 而德行高尚 恪守信用 办事公正 博学多才 明智通达 具备这五种品质的 就是聪明 俊义之人 自知的人 也就是明智的人 明是说明 能够 醒悟 体察到 自觉的优缺点 智是说 可以感受到别人 对自己是否猜疑 是否信任 聪明的人 侍奉君主 一定要弄明白 这个猜疑的含义 如果正在被怀疑 还要主动做事 一定会惹上祸患 遭受责备 那么 自身一定不安全 如果知道被猜疑 便知道该做事 还是该隐退 自然就不会受到伤害 孔子曾言 四十二不惑 对于孔子这种大智慧的人 也许可以做得到 对活在当下的人而言 这只能是个理想 如今的四十岁 正是大祸之期 心中有祸 眼中无奈 焦急地注视着岁月的流失 人之所以有困惑 就在于选择太多 诱惑太多 由于信息太通畅 现在人都生活在机会泡沫当中 许多人最后都淹死在泡沫里 为什么 因为定力不够 在泡沫中首先失去了自我 不断地选择 不断地犹豫 最后淹死在泡沫中 人们不明白一个道理 世上的路再多 你能走的只有一条 没有一个人 可以同时在两条路上行走 那么再多的路 对你有什么意义呢 选择一条适合自己的路 只要专注地走下去 条条都是金光大道 如果你是个法拉利 开在那个山路上 你可能行不过马车 但如果你是个牛 拉个牛车 而上了高速公路 等待的你的是灾难 什么叫道 道就是 明白选择一条 适合自己的那是大道 所以驱使之间必有得失 现在道路 破解困惑 助人决断 需要的是智慧 出事得到 随机应变 知人善用 则需要聪明 智慧不是生活中的知识 技巧经验的总和 智慧纯粹是一种心灵的状态 它是心灵快乐 幸福 宁静的一种状态 我们这样给智慧定义 智慧是 使自己获得内心平静的一种方法 当一个人内心能真正做到 无我 无为 智慧就自然产生 心乱 就出错 心静 则智慧生 而一个内心浮躁的人是不可能有智慧的 那些成功的人 无论周围事事如何粉乱 他们永远在给内心 给自己留下一块净土 这里是智慧发芽 成长的田园 行 足以为仪表 行是行为表现 仪表代表的是容貌 姿态 标准 楷模 智足以决先仪 先仪就是疑惑 性可以是守约 约是事项约定 共同遵守的盟约 连可以是分财 能做到行足以为仪表 智足以决先仪 性可以是守约 连可以是分财 此人之好业 这就是黄石公对豪杰的豪的定义 这句话的意思是 行为端庄 肃穆 威严 如此 则能给人们 在做人上 做楷模与颠范 在形式上 做标准与诗表 天性敏捷 见多识广者 逢是才能决断果断 分析疑难解决困惑 信守承诺 说一不二 一诺千金 即便 持亏受损 绝不返回 在遇到任何困难 和艰难的时候 可以坚守 事先商店的盟约 清白廉洁 不沾不污 心地公平 不谋私利 无私无偏 如此则处事毕宫 分散毕君 能与下属 由福同享 同甘共苦 具备这些品质的人 就可以称之为 人中豪杰 古今中外的成功者 他们都有成功的内在理由 其中 执行力 判断力 决策力 自制力 自省力 是其中最最基本的五项理由 比如说自制能力 这几乎是每一个成功者 都具备的能力 它是我们可以坚持自己的信念 给我们不懈的毅力 不受周围事物的影响 不论成功与失败 不论屈辱与荣耀 永远都不失去自我 美国著名心理学家 瓦勒特·米歇尔 曾经在一群幼儿身上 做过一个有趣的实验 他给每个孩子发一块软糖 然后告诉他们说 我有事要离开一会儿 他希望孩子们 都不要吃掉那块软糖 他允诺说 假如你们能够将这块软糖 留到我办事情回来 我会再奖励你们两块软糖的 寂寞的孩子们 守着那块诱人的软糖 一直在等啊等 终于有人熬不住 吃掉了那块软糖 接着又有人做了同样的事 二十分钟后 米歇尔回来了 他履行诺言 奖励没有吃掉糖的孩子 每人两块糖 实验远远没有结束 米歇尔继续追踪研究那一群 接受实验的孩子 多年以后 他发现 那些不能等待的孩子们 大多一事无成 而日后创出了一份辉煌业绩的 全都是当年那些愿意等待的孩子 所以 成功需要理由 希望我们每个人 多给自己一些这样的理由 所以 自制力 至关重要 知道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 很重要 德行好了 远近来福 如果你讲信用了 基本有不同的意见 也可以把它给思想统一在一起 如果你做事情 讲究意气 按照道理做事情 真的可以荣重 但如果你有足够的才能 而且能够明辨是非 这种人被称为人中之隽 俗书曰 手指 而不费 这个指示是职责职位 除意而不回 这句话的意思是 克尽职守 而无所废持 克守信义 而不稍加改变 身负关乎国家安危的职责 应当逢 坚险而不逃离 连大难 而能坚守 如守官之将 连杀身之险而不离职 内心忠贞 坚守礼益 与生死关头 却仍不该初衷 却仍不该初衷 桃源结义 观音长 宁愿死于土山 而不肯投草 记得这类人 为什么我们要奉 关于 为财神 因为他讲了一个字 叫义 我们每一个人在社会当中 都有一个位置 也有我们应该做的事情 然而 如果认真检讨起来 我们能做到手指而不费吗 应该说许多人没有做到 我们轻视自己那份 不起眼的指手 结果却又伟大擦肩而过 因为作为一件小事 专心 做到极致 那就是伟业 太阳的光芒四射 能量很大 但最多给我们有种热的感觉 可是激光却可以把钢铁划断 不是激光的能量比太阳大 是激光聚焦而已 我尽量说这样一句话 员工 离开了公司 其实是一种正常现象 尽量我们在坐着一辆车 坐着一个列车 在路上没到一个站台 有列上有列下 但只有和你目标一致的人 他才能跟你到终点 什么叫绝招 绝招就得把一个简单的事情 练到极致 就是绝招 海洋集团总裁张瑞铭曾说过 把每一件简单的事情做好 就是不简单 把每一件平凡的事情做好 就是不平凡 将小事做到极致的关键 就在于坚持 只要认为 只得应该做的 只要信心满满做下去 遇到忧患困难时 为君主效劳 竭尽忠诚 面临可能失败的情况 不弃一心 就会一生荣耀 声明显达 快乐的时候 一同享受 事情紧急 国家危难时 却不来帮忙 这是忘恩负义的小人 君子贤人 是不愿意做忘恩负义之人的 比如隋末时候 瓦岗军首领李密 和唐军作战失败了 受伤后 从马上掉到水沟里 将领和士兵都跑光了 只有王波荡 一个人还守在他身边 唐军的将领对他喊 王波荡 你偷降吧 饶你不死 王波荡却说 忠语君主的臣子 不侍奉第二个竹子 我宁愿死也不偷降 他担心箭食 伤害到李密的身体 就自己服在李密身体上 在我唐冰乱箭齐射 军臣身体重叠 都死在水沟里 忠语义 遭遇祸患时 与平日 并没有差异 面临危险时 并不苟求 不被伤害 王波荡 忠义美名 从唐代 一直传到现在 如果一个人 渴望伟大 追求伟大 伟大肯定了物踪影 如果一个人 甘于淡薄 认真坚持地 做好每一件小事 伟大 却有可能 不期而至 宿书曰 见贤 而不苟勉 贤就是遗迹 这句话的意思是 即使被人误解 猜疑 身处是非之地 仍然泛难涉嫌 做好自己应该做的事 而不会因为怕事 而推脱自己的责任 这需要有过人的胆略 和智慧 周公淡 是西州时期的政治家 军事家 思想家 教育家 被尊为元圣王 死后 其子成王年幼 就由他来摄政当国 这时候有人就散播留言说 周公有野心 有某位篡权之险 这个时候周公该怎么办呢 如果明哲保身 国疆大乱 于是他果断的平定的叛乱 大行封赏 迎战东都 赐礼作业 还正成王 心地坦然 做了他应该做的事 正所谓行之无愧天地 保贬自有存求 在功德当中 误解 委屈都是难免的 凡成都大事者 必然要有担当一切的胸怀 所以阿里巴巴的马云说 男人的胸怀都是被委屈称大的 只要将天下不好的事情 都能够承担起来 才能够做天下的君王 承担多大的苦难 你这有机会迎来多大的辉煌 俗书曰 建立而不苟得 此人之结也 利益当前 懂得不能苟得 能够做到以上这四点 就是手指而不费 处意而不回 见贤而不苟免 建立而不苟得的这样的人 我们被称之为人中之结 才子道生 利元义取 利益当前能坚守自己的原则 不做建立忘义的小人 黄世公认为 具备了手指而不费 处意而不回 见相而不苟免 建立而不苟得 这四种品质的人 就是人中之结 诸葛亮和敌人结 就是公平正直人里边的 杰出之人 诸葛吾侯 在天下三分 而蜀汉高安于蜀川的时候 敌人强大 而君主昏庸 危难和嫌疑莫过于此 而敌人结则处在吴州 立唐国号更迭的时候 国主昏庸而皇后奸诈 危难和嫌疑莫过于此 做吴侯难 做梁公更难 称他们是人结 是真正的人结呀 骏 好 结 三种 是中国古代 对人才品评的三个标准 虽然不同的人 在具体标准上有所不同 但大体都差不多 回南子中说 智慧 超过万人的 叫鹰 智慧超过千人的 叫骏 智慧超过百人的 叫做豪 智慧超过十人的 叫结 记得说 十例挑一的是结 百例挑一的 叫豪 千例挑一的是骏 万例挑一的 才叫鹰 不能怎么界定人才 天道 德行 仁爱 正义 理智 这五者 始终是人才的核心 诉书中关于 俊 豪 杰 三种人的划分 也是以上述武德为基础 因为想做事 首先要做人 而武德正是做人的天理正道 故本章名为正道章 第四讲 慈行之谜 得人求财 金鉴 欲想成就伟大的工业 就须得欺人 欲得欺人 必先求人之志 求人之志的标准是德 德 德是人神应有的作用 此章通篇围绕着德 列举了十八条求人之志的准则 本章是诉书的第三章 求人之志章 求人之志章 求者是迷求寻着之意 智者人之心智 其主旨是讲 得在兼备的人 一定会追求自己的志向 衡量才能 机会才决定是接受这个岗位 故欲成大业 须得欺人 要得欺人 先知其志向 故以求人之志为章名 为什么人各有命 那是因为人各有志 林肯说 全水喷起的高度 不会超出他的源头 志向决定的心态 心态决定状态 状态决定工作 和生存的状况 相传 有一位哲学家 来到一个建筑工地 分别问三个正在砌砖的工匠 你在干什么 一个人头也不回的说 我在砌 第二个工人抬头看了看说 我在砌一都墙 第三个工人满回崇敬的说 我在建一座教堂 听了回答 哲学家马上就判断出了三个人的未来 第一个人心中 眼中只有砖 他这一辈子能把砖砌好就不错了 第二个眼中有墙 心中有墙 好好干 能当个工头什么的没问题 我有第三位 必成大器 因为他有远大的目标 他心中有一座殿堂 将欲用之于人 必先知其养器智 指人器胜衰 而知其养智器 查其所安 以知其所能 这段话就是说 如果要把培养心之之术 用于对人 就是识人用人方面 就必须先要知道 他这如何培养智器的 了解别人的智器的胜衰情况 然后培养他的智器 观察他的心思所在 智取爱好在哪 从而了解他的才能如何 其实 领导者做两件事情就行了 第一件事情 是定战略 定方向 第二件事情 是知人善任 把合适的人 安排在合适的位置上 如果没有冷静的思考 方向自然定了就不对 如果没有明确的思考 自然也不会知人善任 方向错了 人又用错了 目标当然达不成 当领导者能知人的时候 他就会去了解员工的 秉赋 志趣 把员工放在合适的岗位上 职责分明 当每个人都恪守其道 企业才能够正常的运转 先生说 查其所安 以知其所能 于是个人的分 职就明明白白 清清楚楚 有条不紊 这样的管理 就是最佳 最上乘 最不费力气 最成功的一种管理 苏树约 绝世禁欲 所以除泪 这个事是指过分的贪求与爱好 泪是指烦罪和苦恼 这句话的意思是 杜绝不良的嗜好 尽指非分所想 过分的欲望 这是消除为外物所累的办法 一个人对任何事情都不能痴迷 都不能依赖 米烟 他可能会死到烟上 米酒 可能会死到酒上 瘫泉 可能会死到泉上 爱鸣 可能会死到鸣上 我们佛家讲 戒定慧 要想有智慧 你内心要笃定 内心要笃定 必须要学为持戒 什么叫戒 有人说戒烟 戒烟就不抽烟 有人说戒酒 戒酒就是不喝酒 错 那不叫戒 什么叫戒 戒的意思是 我想抽就能抽一支 没烟不难受 什么叫戒酒 戒酒 我想喝就能喝一杯 我知道再喝酒多了 我能把酒杯放下 这叫戒 戒的最高境界 不是杜绝 而是两个字 叫控制 什么叫戒酒 酒能养性 故仙家饮之 酒能乱性 故佛家戒之 正因为酒 既能养性 也能乱性 而在养和乱的当中 能够把握度的问题 这最难获得 因此这叫修炼 杜绝不良的嗜好 尽致非分所想 过分的欲望 这是一个人修炼自己 最最重要的一个地方 张商英著 人的性情是清洁纯净的 本来没有什么拖累 但由于被嗜好和欲望所牵制 就会抛弃自身 而去追逐外物 为外物所累 王氏也说 原理歌舞女色 自身就不会有祸患 交涉舍世 一定会伤及自身 浮华不实的喜好 能够彻底消除 贪婪迷恋 生气的欲望 能够彻底禁止 如果不消除女色欲望 恐怕会使自己 永远无法开通 只要是人 必有欲望 只要有欲望 他一定会有牵挂 只要有牵挂 就谈不上强大 人无智而不行 欲望太多太大 所以凡受其累 所以励志 首先要从 学识禁欲开始 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是为了消除 人生的不必要的累赘 佛族曾言 人生是悲苦的 其原因就在于 人有三大事欲 贪婪 称慧 鱼池 这三大事欲 就犹如三座大山 压在我们心头 使我们迷乱 步履为奸 佛家讲戒定慧 儒家讲 知之而后有定 定而后能静 静而后能安 安而后能律 律而后能得 而道家也讲 清心寡欲 不像道家的庄子曾说过 事与生者 天机浅 你的事举越是强烈 那么洞察天际的概率 越是渺茫 成功的机会 也就越小 但是 人的欲望是一生俱来的 不可能完全断绝 告子也说 实色 信也 没有了欲望 人都缺失了必要的动力 鬼谷子曰 欲多则心善 心善则智衰 智衰则思不达 故心起一则欲不晃 欲不晃则智欲不衰 智欲不衰则思理达矣 理达则合同 合同则乱起不凡于胸中 故内意养智 外意之人 这里讲的绝世禁欲 是希望有智者控制自己的欲望 不要使这泛滥 养智等于智欲 智欲等于神明 神明等于成功 人道无求品自高 所以我们要节制 要损对啊 在汉初的功臣中 真正做到不鞠躬 不自傲 不争权 不夺利的 唯有张良一人 他从拒绝接受其封闭三万户开始 赵良不止一次的向刘邦提出 怨气人间是欲从赤松子游二 什么意思呢 我愿意离开人世间的杂乱粉轮 我愿意跟着我的老师赤松子去游历天下 过世外生活 张良早就有离开朝政 禁居 行器 从赤松子游的想法 他记得这样想的 依然一步一步做的 汉十年间 他曾跟刘邦率兵 平叛陈希 攻下马役 汉十一年 为平患反乱 张良有带病 送刘邦至屈游 便对刘邦说 陈已从 病肾 记得说 我想跟你去 但是我病重了 身体不好 言下之意 是要退正归隐 他提醒汉王 出人票急 愿尚 无欲出人争锋 其中要避开地质锋芒 而应该与他周旋战事 这说明 在这段时间里 张良仅有避谷之意 尚未真正隐退 汉十二年时 刘邦因激穷 重刘剑负重伤 四月病危中 刘鹤问刘邦 陛下百年以后 萧相国既死 谁令代之 如果陛下你百年了以后 等那时候萧和相国也死了 谁可以接替呢 刘邦谈到 曹参 王陵 陈平 周伯 等许多众臣的人士安排 但侄子未提张良 刘邦死后 吕后与神义姬 计谋 赞不发僧 于借记诛杀一批老臣宿将 黎商向利义姬禁言 不能遇杀诸将 医生提到 陈平 冠营 饭筷等人 仍未提及张良 这说明此时 张良已不在朝中了 吕后在会地登记后 曾摆好一桌酒宴 请张良来吃 然而 此时的张良甚至已经不吃饭了 他运用壁谷 导饮之法来修身 张良用不使人烟烟火 来让自己清心寡欲 不让任何东西引诱和伤害自己 正是这种柔弱自处的一种境界 才使他自始始终都平安无事 这就因为他懂得了生死之道 苏书曰 亦非损恶 所以饶过 亦是压抑 亦制 饶是去除或者消除的意思 过是错忘和罪过 这句话的意思是 每天能移植自己不正确的行为 思想 每天能减少一些自己的恶习 这样就可以减少过错 使自己达到完美 王室祝曰 心欲安静 当可借其非为 身若无过 必以断除其恶 非离不行 非善不为 不行非礼 不为恶事 自然无过 这段话的意思是 内心渴望安宁平静 可以境界不做违法乱纪的事情 行为如果想没有过错 必定因此根除罪恶的想法 不符合道理的事不做 不符合仁爱的事不做 不做没有道理的事 不做邪恶的事 自己自然没有过错 可让自己真欲至善 纯修时 静灵工无道 滥杀无辜 臣下赵顿 士奇 对他敬见 灵工态度冷淡 不愿认错 士奇只是说了一句 流传千古的名言 人 谁无过 过了能改 善莫大焉 意思是说 这世界上任何人都会有过错的 这并不可怕 只要知错善改 依然是好人 能够战胜自己的人 才称得上这个世界上最强大的人 所以老子说 知人的智 自知的明 圣人的有力 自胜着强 清代名臣曾国藩 青年时期 初入京城 好色贪玩 后发誓要做圣人 为了避免花街流向的诱惑 给自己规定 晚上绝不出门 还有一个好习惯 那就只每天在日益中 检讨自己的不足与过错 说了什么错话 办了什么错事 动过什么邪念 他都要一一的记录下来 并且提出改正的措施与方法 正是他这种 无日三行五身的态度 使他在人格上 事业上都达到了巅峰 我们不妨也学学曾国藩 每天用十分钟的时间 静坐下来 检讨下一天来的思想行为 什么是正确的 什么是错误的 给自己一个评价 如果你能坚持几年 这些面貌 心理素质 肯定会有一个大大的提升 是的 你会有不认识自己的感觉 所以周一当中说 见善则谦 有过则改 论语中也曾云 过而不改 是为过矣 知识近乎勇 议论第九也说 过而不能知 是为不知 知而不能改 是不容易 收书语 贬酒缺色 所以无 贬抵质 确 是缺和空 无的意思是够 这句话的意思是 减少饮酒 远离女色 这是避免蒙手耻辱的办法 王室筑曰 酒能乱性 色能败身 性乱思虑不明 神损行事不清 若能 省酒 借色 心神必然 清爽分明 然后 无昏隆之过 意思是 喝酒 能迷乱心性 女色 会伤害身体 心性迷乱 那么思考 就不清楚 原神受伤 那么做事 就不明晰 如果能减少酒量 借出女色 酒必然清清楚楚 明明白白 分辨明了 不会犯神志不清 愚昧不明的过错 酒乱性 色迷人 故人早有名讯 凡有大智者 切记玩物丧志 沉迷于酒色之中 不要使自己的行为 有污点 酒能乱人之心性 色能无人之身形 性乱神昏 则放荡不羁 身上无垢 则众人厌弃 故少喝酒 少刺激 心神才能清明无垢 减少色欲 人的身体 才能够纯洁无污 蓝灵笑笑声 这对金平梅的作者 他这样说 酒色财气 人生在世 一剑都少不得 到了那结果之时 一剑都用不着 人只见得 酒色财气的好处 却看不到它的害处 堆积极欲 是棺材里带不去的 瓦力 泥沙 灌修素红 是皮囊里装不尽的 臭汗粪土 高堂广煞 浴于琼楼 是坟山上 起不得的 向堂 灵琴 锦衣绣裙 胡服 雕球 是窟窿上 穿不了的 残衣和败叙 积入 浊酒三杯 便是 穿肠毒药 燕机已逝 无非刮骨钢刀 常言道 酒 是穿肠毒药 四字头上 是钢刀 升官发财 借了棺材 斗气斗痕 不过是 唇寒齿冷 因此 低俗的人们 把酒色财气的 肤浅表象 当作人生必须 只要具备 真知着实的人 才能够把他截破 也才能够得到 真正的快乐 国王近来 因饮酒过度 贪恋美色而误事 误国 甚至送命者 真是数不胜数啊 但这不是酒的过错 而是人的过错 黄志工提出 扁酒雀色 是提醒有志者 要专注于你的目标 而不要玩物丧志 苏书曰 避险远移 所以不悟 这个悟的意思是谬悟 这句话的意思是 避开瓜田篱下的险隙 远离人心的怀疑 这是保证做事 不出错误的办法 王室主约 知人所险 缘者无微 识人所遗 避者无害 韩信不远高足而亡 若是险而不避 遗而不远 避招或换 为人要行嫌疑道理 这句话的意思是 知道别人险气什么 躲开的人没有危险 知道别人怀疑什么 避开的人没有祸害 韩信 帮着刘邦 打开了江山 但却不知道远离是非的庙堂之地 所以死去 如果被人猜忌 而不躲避 被人怀疑 而不远离 一定会给自己招了祸害 做人要知道远离先疑的道理 遭离 不正不当的坏事 远避不明不白的猜疑 在处事做人上 可面出差错和妙误 是非之地 避了不往遭人嫌疑 如刮天篱下等处即逝 当然 如果 一定被人猜疑 也应该泰然处置 见险而不苟勉 生活中 人与人之间的矛盾 许多都是由 非原则问题引起的 一个不正确的表达方式 以此不经意的冷落 甚至一个被人误解的眼神 都可能给自己 带来不必要的麻烦 所以人与人之间的矛盾 大多是因为误会 误会百分之百是什么 是沟通的问题 美国著名成功学家 卡奈基 他是世界上很厉害的成功学专家 也是人际关系专家 他特别重视 人与人之间 关系 讲话 沟通的技巧 所以 反谋大事者 必须关注 人与人之间的小事 知道别人险气什么 知道别人怀疑什么 只要远远避开 这样一 为了不节外生枝 二 远或消灾 不会伤害到你 苏书曰 博学窃问 所以广之 这个博的意思是多文丰富 窃 是窃进 窃和 贴近的意思 这句话的意思是 广泛的学习 恳窃的求教 这样人才能够 见多识广 比方说 我们要想成为人中龙凤 龙长得什么样的 现在看 龙 牛头 马面 鹿尾 蛇身 鹰爪 这些都是别人身上的东西 他为什么都在龙的身上了 这表明一件事情 叫多学习者 极大成 极大成者 才能够成大器 所以我们要善于 向别人学习 尤其的比自己高的人 要多向人家学习 多向人家请教 甚至 为了学习 要不知下问 张上英主曰 有圣贤之志 而不广之以学问 福棉故也 这句话的意思是说 拥有圣人 闲鲜的资质 但如果不增广自己的知识 是由于不勤勉的缘故 王室也著约 于明性理 必须广难经书 通晓疑难 当以尊师理问 若能讲明经书 通晓疑难 自然心明治果 意思是说 要明白人性与天理 必须要博览经典 要了解所有疑惑 难解的问题 以那尊重老师 以理相问 为什么尊师重道 于道之所存者 诗之所存也 我尊重老师 是为了学习道 如果能够 解释清楚经典书籍 掌握所有的疑惑的地方 自然心思明亮 智慧广大 力压志向 就如同造好了一艘大船 这船要向远航 就得有帆 没有帆 船不能行 志向只能变成空想 志大财书 就是一艘无帆的船 那么船帆从哪里来呢 只有一学位经 以问为为 才能编辑出远航的船帆 西塞罗曾说 地不耕种 再肥沃也长不出果实 人不学习 再聪明 也目不时钉 问道 学道 才能够快速得道 明道 为道 才可能让您成就伪业 一搏 立世 以冤 立业 自然 做事如神 生活如先 天地之间 有无穷无尽的事物 随之各有 无穷无尽的妙用 欲小其精微 不离多闻 多见 多学 多问 以此 才能够扩大自己的知识面 我们尽量说 人非生而止之 都是后天学到的 勤学如冲发之苗 不见其增日有所长 绰学如磨刀之石 不见其损日有所亏 所以让学习 成为我们的一种工具 让学习 成为我们的一种信仰 让学习 成为我们的一种习惯 经常学习 不断成长 您也可以成为大财 俗书语 高行即高尚的操行 这句话的意思是 行为高尚 雌风不露 这是努力提高 自身品德修养的办法 何为威严 即低调少语 不该讲的地方不讲 少狂不忘 端方正直 清廉高洁 真密 甚毒 不吹不雷 心怀大致的道德高深之人 做事有思想 做人不张扬 所谓低调做人 就是要在修养上 保持自己高尚的德行 而在言语方面 却要委婉低调 不是张扬 锋芒 内敛 言误狂妄 行贵真诚 以此严手操行 事为修身之药灵 故人从中医 舍为心之苗中 印心出 言为心苗 语言是心念的反应 而花言巧语 夸夸其谈之人 有太多自私的目的 隐藏其中 心念不正 气言当然不可听 所以古人从日常语言中 要求大家修养心情 就是为了防危度见 防止心灵的净途中 生长出邪念 有十五名 难得重用 浪得虚名 难有虔诚 不是不明 机会未成 三年不明 一名惊人 别出头 强大出头鸟 山中藏 千年老人生 强大不是人聚 富有 不是人计 圣气不凝人 此手中之道也 苏书曰 公简签约 所以自首 身际远虑 所以不穷 这个际 是指策略 穷 是竭尽全力 正当话的意思是 恭敬 皆简 谦逊 节约 这是保持自身操守的办法 深思熟虑 考虑长远 好计策 层出不穷 而不至于让自己陷入困境 张上英主曰 管仲之计 可谓能酒和诸侯义 而穷有王道 意思是说 管仲擅长计谋 尽管是齐国召开了九次诸侯会盟的大会 但在成就王爷方面却毫无办法 他接着说 商鞅之计 可谓能强国欲 而穷于仁义 商鞅 公于计谋 他尽管是秦国强大了 但在实行仁义方面 却毫无办法 他接着又讲 弘扬之计 可谓能具财义 而穷于养民 这句话什么意思呢 桑弘扬也精于计谋 他尽管为汉吴帝聚集的财富 但在养民方面却毫无办法 凡有穷者 巨非计谋 凡是有殊守无策时候的计谋 都不是真正的好的计谋 具有恭敬 接见 谦虚 简约 这是保全自身品节的办法 进 可以成就大业 退 可以完善品格 坚持操守 无论进与退 都是一种成功 而真正具有大智慧的人 欲试 思虑周全 深谋远虑 不论在任何情况下 都不会束手无策 巡游 是曹操的一个谋士 则自嫌避祸 处处与人友善 能与人和谐相处 而且很善于隐蔽锋芒 他担任军师 根据曹操征战疆场 筹划军机 克敌至胜 立下汗麻功劳 后被分为上书令 在朝二十年 出于政治漩涡中 上下左右 从容自如 出于极其残酷的人事清涯中 始终地位稳定 立于不败之地 能在一心极重的曹操手下 干了二十年 一直受到宠信 关系融洽 而且从来没有人 对他进行过谗言陷害 善终后 曹操痛哭流涕 对他的德行 推崇被制 并且称赞他为谦虚的君子 和完美的贤人 曹操对他的评价说 公达 外于内智 就是寻有啊 外边看着很愚蠢 但内心极端智慧 外切内容 表面的看着窃窃的 但内心勇敢的很 外弱内强 不乏善 不失老 智可及 于不可及 什么意思 说寻有的智慧 别人可能达到的 但是像 寻有这种很智慧 但大之若愚 是很多人所无法达到的 他说 虽烟子凝雾 不能过瘾 可见寻有 平时非常注重 周围的环境 对内 对外 对敌 对我 都有不同的方式 参与军机 他智慧过人 迎战敌军 他奋勇当前 面对领导同僚 他 恭敬 节俭 谦虚 把自己的才能 智慧功劳谨慎 完好地把它 隐藏起来 先的谦卑文弱 甚至愚钝 怯懦 正是对 素书 公俭签约 所以自首 身际远虑 所以不穷的 精妙注解 素书 亲人 有 职 所以 福颠 颠 是倒垮 败 腿的意思 这句话的意思是 亲近 仁爱 的人 借交 正直的人 这是扶持颠璞 威王局面的 最好的办法 王室主约 父母生其身 师有 长其志 有仁义 德行贤人 常要亲近 正直 忠诚 多行敬爱 若有差错 必然劝谏 且交 必则良友 若遇患难 地向扶持 这段话的意思是 父母给了我们身体 老师朋友 增重了我们的智慧 有仁义 有道德的人 要长久地接近 正直 忠诚的人 不断地 做尊重 尤爱的事 如果别人 做了错事 一定会 规券 见证 说起这些错误 这些朋友 必定选择 有才德的人 如果遭遇了 祸患 困难 就会互相支持 和照料 所以我们说 横生麻中 不负自知 白沙再烈 欲知俱黑 这讲的都是 环境的重要 你常和仁义君子亲近 在与政治 贤量的交友 如此 不但能够引导 做人 亦可挽救 遗亡的失败 孟子 能成圣者 与孟母 则林 不无关系 妙拌 卵凤 非腾远 人拌 贤良 品质高 好的朋友 是事业的动力 能够在你 危难之时 伸出援助之手 在困难之时 送到一丝光明 而在你 得以忘形的时候 给你当头一棒 那么什么 这好朋友呢 孔子在 论语中说 义者三有 孙者三有 那么 义者三有是什么 有质 有量 有多文 义义 什么意思呢 政治的朋友 真诚大度的朋友 博学多才的朋友 可以让我们受益良多 而事实上 并不是政治的朋友 善于迎合别人 讨和别人 而欠缺诚信的朋友 善于随口乱说 没有真才实学的朋友 这只会让我们受到伤害 所以交友要慎重 俗书约 敬树 独行 所以接人 树是宽树 一级 推人 独 厚实 真诚 纯一 敬树独行 所以接人 说的意思是 待人 宽人厚德 而在切实 专心 立行 指着圣贤 立贤 下士的办法 宽树 容人 真诚 既是一种 高尚的修养 以着中华民族的 传统美德 从伦理根源上来讲 宽树 是狂猛人学的具体运用 从现实意义上来说 常有宽树 饶人 在以急之心 推人之心 在行为上做到真诚不忘 宽实 淳朴 如此 则人人 可以接近 就忠树 待人 方可 福重 福心 孔子有一个弟子 叫子顾 有一次问老师 有一言 而可以终身行之之乎 意思是说 这个世界上 有没有一个字 可以成为人 终身行为处事的标准吗 孔子说 有啊 那就是数这个字 就是宽树这个字 这个字的意思就是 极所不欲 勿实于人 这条原则 要求我们 在接人 待物方面 一定要宽人 厚恶 我们说 看人的优点 是距离 心中 洒卖阳光 开卖心花 积极向上 向前 向上 终会得到别人的认同 获得别人的肯定 但凡是你只看人的缺点 那要什么 那叫收脏 心中 急剧自身 那你都会变成垃圾桶 那你看到的是阳光 还是看到的垃圾 不在别人 而在于你把自己的眼光 把你这个摄像机 投放在什么地方 所以 定的缺点 看着毛病 心中 经济重生 垃圾遍地 做事自然 刻薄刮恩 那一定得不到 别人的帮助 搜书曰 任财 实能 所以 祭物 任命人财 使用又能力的人 担当重任 所以 他就能够成就天下大事 任财 实能 什么叫财 什么叫能 张商应助 应变 只为财 可用 只为能 而这个财 实指 有应变能力 有统筹 规划能力的人 一句话 实指 具有领导能力的人 而所谓能 实指 虽然缺少策划指挥能力 但有很强的 惯策能力 可以讲具体的事情 做得很周全的人 德财 兼备的人 本来就有 通权答辩的能力 于是 能应变处理 所以 只能给他 委任职责 不能够随意 支持他 如随意支持他 就失去了 他 本人 主体的作用 发挥不了 他自己的能力了 他只听你的话了 他自己的主观 能动中 就发挥不出来了 而有能力的人 有所长 也有所短 所以要根据他的 所长 任用他 把他放到 合适的位置上 做到 人尽其才 各安其位 就能够成就 一番大事业 恒良才能使用人 事实上 没有不能办理的 委任贤能 事情没有不能成功的 如果能同时使用财 和德 能够使用能力 这样的人 就可以挽救时局 比如汉高祖刘邦 使用张良 陈平 这次财人的计谋 而使用韩信 英部 这次能人的能力 才是大汉 一通天下 那个刘邦 对陈平 张良这些 能随机应变 能够通权打变的 这样的人 是任用他 但不支持他 但是对韩信 英部这样的人 敢打敢拼 攻城掠地 这样的人 你要把他 放在合适的位置上 让他为自己所认 能够 根据自己的职责 来能动的解决问题 天生我才必有用 李嘉诚说 每一个人 都是合格的员工 只要把他 放在合适的位置上 只要他接受过 合格的培训 许多成功的事业 开始时 都不是由 所谓精英所创立的 而是一群 很普通的人 但是他们每个人 都可以在这个事业当中 将自己的才能 发挥出来 所以成功了 只要有合适的环境 任何一颗种子 都有可能将自己的生命 价值 延展到极限 所谓的成功人士 一定是这样的人 他能够帮助周围的人成功 周围成功的人越多 他的成就就越大 假如他不能帮助别人成功 那他一定是一个失败者 所以一个领导人能力的高低 不在个人能力的高低 而在于你用了多少能人 什么叫领导人 一 领导者是吸引追随者的人 第二个是 能把他的追随者 培养成领导者的一种人 那么如何才能帮助别人成功呢 教育里边有条原则 叫因财使教 管理学的原则就是 认财使能 帮助别人找出他的长处 并且将自己优点发挥到极点 天下本无废人 就看你怎么用 如果用不好 再有才能的人也是废人 三国时期的马素 是一个很有才华的军事家 连诸葛亮有时 也要向他请教 此人如果做参谋 做教员 那是一流的 结果诸葛亮却偏偏让他去做主将 去收接亭 结果落了个灰泪斩马素的下场 所以用人很重要 俗书语 单恶赤禅 所以治乱 单是憎恨 禅说人坏话 这句话的意思是 憎恨恶人与恶行 痛则禅令与谈言 这是制止发生动乱的办法 不道不得 不仁不义 防国害民的行为 称为恶 说人坏话 奸人之私 离人骨肉 调拨是非 乱人和气的言论 属谈言 天下的不宁 民间的混乱不安 多因是非颠倒 黑白混淆之所染 遇到天下太平 国家大治 人民安乐 就必须把恶人恶事 当作病态一样的去憎恶 痛击 还要驱除 不误真诚 专上禅言的人 俗书曰 推古验金 所以不惑 意思是说 推验古人的事迹 检验当今的事情 这是不至于陷入困惑的办法 这句话意思是说 根据古人的事迹 推出古人的思想 来验证当今的事情 哪里会有迷惑呢 读识可以明智 历史为什么总是惊人的相似 其实相似的地方 就是规律所在 王氏说 秦始皇残暴 做没有德政的事 使得国家灭亡 汉高族 度量宽宏 实行仁义 道德 使得国家兴盛 古代的圣命君主 贤能宰相 归正自己的心性 涵养自己的德性 所以能治家 治国 治天下 现在的君王臣子 如果能学古人 能涵养自己的德性 虚弱自己的心性 也能治家 治国 治天下 如果能有古人的势力 来比较现在的事情 推演失败 成功失效的原因 一定不会让自己有困惑 在历史当中总结经验 从过去的掌控中汲取教训 就能让我们厘清紛乱的势力 动小事物引进的规律 这是不至于让自己陷入困惑的办法 可见 虽然我们的社会在进步 时代在前进 但过去的事情 都会以不同的方式重演 历史都会以另外一种状态重现的 我们正经历的 或者将要经历的 不过是在重复祖先们的老故事 人类永远也许走不出这一个圈子 所以我们说 太阳底下没有新兴的事 所有的事情 所有的创新 不过是重新的排列组合而已 不知道过去 直到现在 无法预知未来 所以成功者 有一个普遍的优点 那就是要善于总结经验 从这点上来说 成功者大多数都是拿来主意者 就得把过去的别人的 由脑浆与鲜血所换的经验教训 融化为自己的智慧 俗书曰 先魁后夺 所以应足 魁是揣测 魁者说文截字当中说 魁度也 也就是审夺夺良 姑良的意思 这段话的意思是说 首先要魁度情理 然后计算利害 这是应付突然发生的 事情的一种办法 张商应说 直一尺之度 而天下之长短 尽在适宜 即使说 执掌着一定的标准尺度 因而天下事情的长短 全都在这里边了 他又说 仓促事物之来 而硬之无穷者 回夺有数目 突然事变到来的时候 却能以他采取多种应付策略 这是因为心中有数的缘故 矛盯而动 动则必成 为矛而动 云头苍蝇 矛 谋乃诚实之本 所以孙子说 多算胜 少算不胜 智者须 吃食 明理 顺势 权衡利弊 辩证思维 凡成大事者 在事情还没有发生之前 就要总拦全局 亏情夺理 预测事情的走向 预先准备好预案 即使有突发事件 也不至于让自己乱了阵脚 中国人历来对 料事如神的人 给予极大的崇敬 三国时的诸葛亮 就不用说了 三国时的国家 也是人们 紧紧乐道的人物 国家乃曹操的第一谋臣 他料事如臣 比方说 曹操三战吕布 士族疲倦 准备撤军 国家立足再战 而且断定再战毕首 结果吕布被擒 曹操征伐 袁潭远上 连战连克 朱将主张再战 国家主张撤军 结果 远上 袁潭兄弟 祸起萧强 曹操愚工得力 曹操赵元树 曹操战元少 都是国家幕后 在给他做谋划 国家说 做的一件事情 都在证明 他有先见之明 依据于郭奉孝死后 曹操草 荆州大败后 大哭 说道 如果郭奉孝在 不是孤至此 其实料事如臣 说白了 也没那么神秘 只要将人看透了 只要把事捉摸透了 自然就可以 料事先机 你理解的大自然的规律 理解的事物 发展的规律 一样可以帮助你 走向辉煌 人们常说 机会永远属于 哪些有准备的人 所以准备 就是对你要从事的事情 回情夺理 苏书曰 受变之权 所以解解 变是反应事物转化变化 权 是衡量谋划 这句话的意思是 用正常的法则 不能解决问题的时候 就用变化的法则 用常规之理 不能解决问题的时候 就用权宜之计 这是解决困难问题的办法 所以 事物有正常 不可变的义理 法则与原则 但仍要预先想到 事物因时之变 而偶然需要的变化 有谋制权变之人 必能体察善恶 辨别是非 再加上权衡而谋划 从权行政 通缉权变 我们要说 居然思维 有思有备 有备无患 说到灵活应变 全世界文化当中 唯有中国最具有这种特质 因为我们是变政法的老祖宗 以经里边 谈到了很多的文化 核心思想只有一个 那就是变 穷则变 变则通 通则久 持经打变 适时而变 同样的道理 在处理人世间各种矛盾 化解 前进道路当中的各种困难之时 只有通缉权变 才能够应对自如 摆脱困境 许多成功者 可能没有那多么高的知识 但他们本能的懂得 通缉权变的道理 俗书语 阔能顺惠 所有无救 阔收扎的意思 能口袋 救灾祸 这句话的意思是说 谨言甚语 不轻易表态 说话顺应时机 这是免除灾祸的一种办法 诸曰 君子语莫一时 出处一道 扩囊而不见其美 顺惠而不发其机 所以免救 张尚英这段话说的意思是 得罪兼备的君子 根据时机 而发表言论 或保持沉默 根据行动的机会 来采取 或行 或执的措施 谨言甚语 而不表现自己的优点 顺应时机 而不暴露自己的聪明 这是躲避灾祸的办法 王室是这样做的 口 是招祸之门 舌 乃战身之刀 若能藏舌兼口 必无伤身之祸化 为官长之人 不合说的却说 招惹怪责 该说的不说 错了机会 顺利而行 必无再救 这段话的意思是说 嘴巴是招致祸害的门 舌头是砍断生命的刀 如果给自己的嘴巴上 装上一把栓 一定不会有伤害自己的祸事临头 做官吏的人 不该说的却说 会招惹怪罪责骂 该说的时候不说 会耽误的时机 谨慎地做出反应 才不会有栽阳罪过 尤其这些人 在实时危险 射风不正 民俗混乱的情况下 怎么办 诉书给出这个答案 扩囊顺惠 急着把嘴巴扎起来 顺眼谨行 顺惠是顺应时机 举止顺应的大局 不要瞒世界 嚷嚷你的伟大志向 还是要韬光养晦 做好各项准备工作 静候实际的到来 这样才能勉励获殃 整天将志向挂在嘴上的人 一般都是做了论道者 他们其实只是脑子一热 有一个想法而已 而并不是真正的志向 真正有志之人 会将志向看得像宝物一样 深深地珍藏于心中 暗暗地激励着自己 这叫鬼骨子的百合之道 将谋之于阴 顾于神 成之于阳 顾于明 从全面的角度看 只要你有一个好的想法 满世界以嚷嚷 那么成就这个想法的人 一定不是你 如果你的想法 会对某一些人构成威胁 或者损害了他们的利益 那么将会有一群人 让你永远看不到 你想法实现的哪一天 成功其实不在于条件的好坏 而在于机会的选择 以及迎接机会的准备 无志之人 在优越的条件当中 错失机会 而有志之人 却在没有条件当中 创造机会 速书曰 确确耿耿 所以立功 子子叔叔 所以保重 确确是根深蒂固 耿耿是强硬停职 滋滋 这个滋滋不倦那个滋滋 代表勤勉不淡 叔叔代表温雅善良 依靠人民而不动摇 有耿直气节而不可驱饶 这是忠臣良将 建功立业的办法 孜孜不倦 精益求精 这是忠臣良将 保持善忠的办法 坚持不懈 逮折不恼 才能立功 勤勉奋发 精益求精 只有这样 才能够有圆满的结果 麦当劳创世人 雷克罗克说 世界上没有任何事物 可以取代坚持的地位 聪明不行 聪明却不成功的人 再平常不过 天才也不行 为获得到报偿的天才 几乎一是长颜 教育不行 这个世界上 已满是受了高等教育 却待会直熟的人 而唯有坚持与决心 才是全能 一个人无论做什么事情 立什么志向 只要有确确耿耿 自私疏疏的精神 就一定可以达成 自己所愿 深谋远虑 具莫大神通 成就非凡人生 难免要有全面之术 应对之策 然而天下之术 犹如双刃利剑 操控之法 全在一心 本章 是诉书第四篇 本德宗道章 虽然讲应对人生的具体方略 教证如何逢雄化吉 欺利避害 但却再三告诫人们 竖着应用 全在本德尊道 王室批注 君子以德为根本 圣人以道德为源头 这一章里 说明追求根本 修养德性 保护道义 懂得本源的道理 本章认为 欲成就伟大的事业 就应该以德为根本 以道为宗旨 所以以本德宗道为章名 成就非分的事业 难免要有权变之术 应对之策 然而天下之术 犹如双刃利剑 操控之法 全在一心 圣贤君子用之 可以汇集万民 心术不正者用之 则会伤人害己 全将大义 是将本德尊道 智行笃行的妙术 分为应当争取和保持的记忆 以及需要预防和戒备的方略 两大类 列举了15个条目 建功立业时应当保持 善优 安全 先前 偷乐 神庙 明辩 吉祥 与保持 应当争取的笃行之术是 丰富谋略 忍受耻辱 修神见德 乐事好善 真诚无望 公身体悟 知足知直 应当预防的是 苦累 悲伤 病患 短暂 优爱 孤独 危险 败丧 与防止上列各点 必要的戒备之术是 贪想多愿 散失精诚 操持无常 不以苟得 贪必作为 惊夸自持 不明任意 偏袒多思 好 学正文 苏书曰 夫 置心 笃行之术 长 莫长 与 薄谋 笃是真诚 唇一 术 是记忆 或妙道 这句话的意思是 凡是 要按照自己的意志 专心行事的方法 要做到以下几点 最长远的打算 没有比 要把各种因素 充分考虑到 并广泛地 持续意见后 再来决策 能有更大的长处了 专心致志 真诚实行的 基于妙道士 广博的知识 深刻的见解 丰富的谋略 例如 刘邦说 运筹帷幄之中 绝胜于千里之外 无不如子房 江上 胸怀六桃者谋略 故在群雄各显神通中 能除暴安良 独占魁首 要能容得天子 称相父之尊高 盖音 薄某之缘故 方向正确 方法高明 行动才有价值 坚持才有意义 国王今来 功成名就者 毕竟是少数 是什么东西 妨碍了多数人的成功呢 说到底 是许多人的思想方法错误 最后导致结果不好 所以 当我们做事情 没有做对时 首先要检讨 自己的思想方法 对不对 思路一变天地宽 多从别人那里 听去建议 异于点心梦中人 这叫薄谋 俗书曰 安莫安于忍辱 忍 心自头上一把刀 是恶制克制降伏之意 又是忍耐与忍心之意 这句话的意思是 安全力没有比 能忍受一切屈辱 更安全的了 周书里面说 好和不争于安 心态平和的最高境界 是什么呢 那就是忍辱 在时机不顺 运气不佳 遭受耻辱的情况下 能忍耐耻辱 才能怨害安身 如愿望苟见 能忍受无国的耻辱 方便被扶柴之害 专为为安 韩信能忍胯下之主 才有了日后的灯坛败将 故老子说 圣人这有力 自胜这强 尤其是在时机不顺 运气不佳 遭受耻辱的情况下 不可怒伤心头 人一生起 立刻弱智 就容易得出 平时不愿意得出的一种措施 而应该退忍求安 退一步海阔天空 中国人常讲 是可杀 不可辱 什么都可以忍 连杀头也没关系 只有侮辱不可以忍 可见忍辱之难 所以忍辱要有定力 讲一个定力的故事 宋代大文豪苏东坡 对佛学很有研究 他被贬观之后 与佛印禅师关系很好 经常向他请教佛法 有一天 斯东坡参禅打坐 觉得自己好像开悟了 于是就习了一首祭诵 其首天中天 豪光照大千 八风吹不动 端坐紫金莲 斯东坡为这种时 很是得意 麻让派人过长江 把祭诵 送给佛印禅师看 佛印禅师不愧是大师 一看就知道 斯东坡自以为了不起 实际上并没有真正证物 于是便在祭诵后面 批了放屁两个字 叫原人送回去 斯东坡一见火冒三丈 他认为 这个祭诵这么好 怎么能用这么粗俗的语言 来侮辱人呢 这还聊得 他立刻过长江 照佛印禅师的评例 佛印禅师知道他的来意 就迎上前来笑嘻嘻地说 八风吹不动 一辟过将来 这位苏学士惭愧得无言以对 连苏东坡先生这么大学问 这么高境界的人 也看不开此劫 更何况我们呢 但中国还有一句俗话叫 小不忍则乱大谋 没有忍耐 什么事情都不能成就 百丈禅师说 烦恼以忍辱为菩提 菩提就是觉醒 就是清静心 唯有能忍 心才能清静 始终都不会失去自我 才能降服自己所有的精力 集中于你的事业 历史上欲望苟见 卧行承担 终于恢复了国家 韩信人手胯下之如 成就了伟业之后 衣经还乡 还请当年侮辱了他的人来喝酒 司马前忍受功勤之如 用毕生写就了史记 这千古绝唱 不忘今来 哪一位成功人士 没有在忍辱二字上下过功夫 这叫忍辱负重 忍辱并不代表无能 也不知怯弱 而是从心底沉静中 流露出来的大智慧 今天的忍辱 是为了明天 能更好的负重 能不能忍耐一时的屈辱 说明了一个人的心雄 是否宽广 目标是否宏远 志向远大的人 不会斤斤计较于个人得失 眼前小栗 暂时屈辱 一粒种子要像实践鲜花怒放时 人们的赞叹 或受过雷雷时的喜悦 他并想要受得了 在泥土下 被埋没时的忌苦 苏书曰 先莫先于修德 无论是做人 还是做事 第一要物 莫过于修养德行 王氏曰 欺家治国 必先修养德行 尽忠行孝 尊人手艺 责战成功 这就是德行行人 什么意思 治理国家 或者是管理个家庭 必须要先修养德行行为 对君主尽忠 对父母行孝 尊行仁爱 爱护道义 从事善举 行事正义 这就是有德有行的行人 大学中说 自天子 一致于庶民 一事皆以修身为本 其本乱 而莫置者佛义 修身之本是修德 势农工商 虽行业有所不同 不能记其事 即使富有四海 贵为天子 缺德者仍难以成保 勇冠三军的 盖世英雄 若无德者 仍会遭败亡 知人是天 无德者则天不应 人不顺 心量大小 决定事业的疆域 也就是说 一个人要想成功 首先要在心里 做个圣人 然后才能在社会上 取得大成就 苏书曰 乐莫乐与好善 神莫神欲至成 神奇特功能 尝着不能达到的奇异 玄妙效果 这里的成 万元聚消 心智专一 聚精会神 真诚无望 这句话的意思是 人世间最大的快乐 莫过于帮助别人 让别人因为我们 而有所得 而世间最大的智慧 莫过于制成 让自己的心灵 宁静坦荡 虚灵不昧 何为善 凡顺天理 不被人心 不被人伦 而能以事物之情 顺事物之理的行为 就称为善 行善的具体表现是 旧极难 续孤贫 秦拔困 何解冤仇 一切利人利物的善事 如一贯奉行 则老着爱 少着静 事事无愧于心 则时时心安理得 不怕官府抓 不怕强人害 前无忧 后无患 心宽体胖 逍遥自在 人心达到的专一 真诚的极点 就会出现 不可思议 不可策夺的 奇功异能 常人 称此为神 又称神庙 神孝 神通 神术 等等 例如汉时 一位名叫 李广的将军 夜晚行路时 路旁有一个 白石一粒 像是一只白虎 于是他在 危急的生死关头 心智专一 聚精会神 把白石当的 蒙虎射了一箭 箭头入石三寸 事后才知道 是块白石 他又射了一箭 箭头不但未入 而且胖石落地 这就是 李广舍虎的故事 付次 至诚于天地 尝行恭敬之心 至诚于君王 当以极力尽忠 至诚于父母 招募尽身行 至诚于朋友 必须谦让 如此至诚 自然心和神明 这句话的意思是 明智莫过于体察 世上万物 明察求好 灵态清明 须灵捕惑之人 在于能够观察事物 探究规律 动明事理 恋达人情 能深入事物之中 亲身体察事物之理 方能对事物的法则 规矩 总体 知解 以及前因后果 和关系 明见无疑 神农事 如不亲口成百草 就不畏知晓 要之性 能够调理阴阳 亲的一线 感同身受 一切自然 了然于凶 三国时期 吴国的国君 孙亮 非常聪明 观察和分析事物 都非常深入细致 常常能使疑难事物 得到正确的结论 一般人所不能及 一次 孙亮想吃生梅子 就吩咐黄门关 去库房 把浸着蜂蜜的蜜枝梅 取来 咱们黄门关心术不正 又心胸狭窄 是个喜欢记头的小人 他和掌管库房的 这个库吏 素有鲜细 平时两人见面 经常口角 他怀恨在心 一直伺机报复 这次 可让他逮住机会了 他从福库那里 取来了秘枝 然后悄悄地找了 几颗老鼠屎放进去 然后拿去给孙亮 不知所料 孙亮没吃几口就发现 蜂蜜里边居然有老鼠屎 果然勃然大怒 是谁这么大胆子 竟敢欺负到我的头上 简直反了 心怀鬼态的黄门关 忙跪下奏道 苦力一向不忠于职责 常常游说好闲 四处闲逛 一定是他的肚子 才让老鼠屎掉进了蜂蜜里 即败坏助攻的雅兴 又有所欲你的健康 实在是罪不容束 请您治他的罪 好好地教训教训他 孙亮马上将库里招来 审问熟师的情况 问他道 刚在黄门关 是不是从你那里取到的蜜呢 苦力早就下得脸色苍白 他磕头如捣蒜 结结巴巴地回答说 是 是的 但是我给他的时候 里边肯定没舒适 黄门关强着说 不对 苦力使他撒谎 舒适早就在蜜中了 廖人争执不下 都说自己说的是真话 市政官雕悬 出主意说 既然黄门关和库里 争不出个结果来 分不清到底是谁的罪责 不如把他们都关押在一起 意气之罪 孙亮略以沉思微笑地说 其实 要弄清舒适 是谁放的这言识很简单 只要把老鼠屎抛开就可以了 他叫人当着大家的面 把舒适切开 大家仔细一看 只见舒适外边 沾着一层蜂蜜 是湿润的 里边却是干燥的 现在笑的解释说 如果舒适早就掉进到蜂蜜中 浸得时间长了 一定早湿透了 现在他却是内干外湿 很明显是黄门关刚放进去的 这样栽赃 实在太不像话了 这时的黄门关 我们早已经吓唤的头 跪在地上如实交代了陷害苦力 欺击妄伤的罪行 这既是建威之助 这同时也是讲的是明莫与明与体悟的原因 俗书曰 吉莫吉于知足 最吉祥的莫过于知足了 老子说 或莫大于不知足 旧莫大于欲得 故知足之足常足 意思是说 活坏里边没有大国不知足的了 故事当中没有大国也贪得无厌的了 所以知道满足的人 永远都会觉得满足并快乐着 其实知足常乐的道理并不深奥 为什么许多人走不到呢 那因为我们都有比较性 看别人的房子多大 看别人的钱有多少 看别人的老婆有多漂亮 人生的苦恼有一大半都来自于这种比较性 实际上 广煞千间 叶绵七尺 枕袖百味 不过一宝 人人所需岂时甚少 一个有物净的人 遭遇超人物外 不受物质的风足 或缺乏所寄服 贫穷不亦为苦 富裕不亦为乐 觉得这样也好 那样也不错 不过物质好坏 静于顺利 精神一样愉快 安详 但知足常乐并不止停止不前 没有追求 而是要我们放下心里太多的包袱 以一种赞美的态度 祥和的心境 去欣赏每一天的生活 苏书曰 苦 莫苦欲多愿 最痛苦的 莫过于愿望太高 愿望太多 而不能实现 圣人呢 无为之道 天井淡泊 没有欲望 他们对于外物 来到就顺他们 离去就算作罢 不从拥有愿望 国内愿望 众多的人 没有比得上秦始皇 汉胡帝的了 对于国家 就希望富裕 对于军队 就希望强大 对于功绩 就希望伟大 对于声明 就希望显赫 对于公势 就希望华丽 对于鸡聘 就希望美艳 对于四周少数民族 他希望顺服 对于神仙 就希望能够请来 然而国家 却更加贫穷 军队更加弱小 功更加卑微 名声更加低微 最终落了个 所追求的 没有得到 分了留下 狼狈不堪的面 这都是愿望 众多所造成的痛苦 这对国家的人 本来不能愿望更多 至于得在兼备的人 需要身体的方法 所以用了愿望 能够不减少吗 欲望是万苦的根源 人生之苦 皆源自欲望太多 贪婪过度 没有得到的想得到 已经得到的 又盼望更多 所以辛苦着 即使辛苦 爱财日贪 爱食日难 我们经常像那首歌当中 所唱到的 没有的还想有 有了还盼望 幸福感 时常来自于满足感 我们常说知足常乐 《红楼梦》中 脖子道人唱了一首 好聊歌 唱得好 世人都小 神仙好 唯有功名忘不了 古今将相在何方 荒种一怼 草莫了 世人都小 神仙好 只有金银忘不了 中招之恨 巨无多 急到多时 眼闭了 世人都小 神仙好 只有娇妻忘不了 君生日日说恩情 君死又死 人去了 世人都小 神仙好 只有儿孙忘不了 世人父母 故来多 孝顺儿孙 谁见了啊 所以 必立千任 无欲则刚 宿述 悲莫悲与惊散 记得说 最悲哀的情形 莫过于惊奇耗散 张尚英说 道产生的 是最统一 一体的 原始的混沌之气 精神不杂的原始混沌之气 叫精气 精气散发 叫做精神 精气浅上在虚物之中时 既没有生 没有死 没有先 没有后 没有阴 没有阳 没有动 没有静 精气包含在精神忠实 最会聪明 成为锐哲 成为智慧 成为见识 还有血气的东西 没有不屏受精气的 正确的运用它 就会聚集 而不会失散 错误的运用它 就会失散 而不会聚焦 精神 被颜色所引诱 那么精气 就耗散在颜色上面了 耳朵 被声音所迷惑 那么精气 就耗散在声音上面了 只被味道所引诱 那精气就耗散在味道上面了 鼻子被气味所引诱 那么精气就耗散在气味上 精气耗散不停 身体能够长久坚持下去吗 所以最悲业的事情 莫过于精气耗散 在涂抹工业上 如失去了精成 唇一的精神 则事不尽 且遭悲伤 在强健保身上 如离散的圆阳之气 则百病生而悲痛 我们身体平时得到精 就把它储藏起来 就好像工程囤积原材料一样 等身体有需要的时候 再把它加工成产品 精和气 是一种东西的两个面 在身体里面流动的叫气 而储藏不动的叫精 精散会有什么后果吗 皇帝内经当中说 无脏 注藏精者也 不可伤 伤则失守而因虚 因虚则无弃 无弃则死亿 精有安神的作用 中医讲 即精全神 精散则神不忘 六神无主 想做什么都做不出来 人家成就一番事业 首先要有一个好身体 养生的第一步 就是保精养生 善养生者 必定其精 精营则气圣 气圣则神权 神权则身见 身见则病少 神气坚强 老而易壮 皆本乎精业 苏书 苏书曰 病 莫病与无常 对人最大的伤害 莫过于变化不定 反复无常 无就是没有 常就是永恒不变 无常就是没有固定不变的意思 也就是说 一件事情 或一个物体 是不会永远保持同样的状态 而不起变化的 世间万事万物 之所以永恒 就是因为 它必须遵循自身的发展规律 如果强行打破了它 就会受到规律 对你的惩罚 治国 如果失去到法度 朝令夕改 臣直无常规 百姓必难遵从 国刚必乱 必病必出 人如果无是自然规律 出世皆物 如无常性 息怒不定 行无常操 情语不正 饮食不定 鸡包不一 起居失常 必然百脉不条 自然就会病患 情临 俗书曰 短 莫短于苟得 这句话的意思是 最短情的见识 莫过于 执重眼情的利益 最不长久的 莫过于苟且所得 张上英著说 以不易得知 必以不易失知 未有苟得而能长者 他的意思是说 用不正当的方法 得到的东西 必定通过不正当的方法 而失去它 没有苟且得到 还能够长久拥有的 人无远虑 必有尽忧 只注重眼前的利益 就可能失去长远的利益 不明来者 必不明而去 不义而得者 必不义而失 凡是不服于离 不合于义而得到的 偷 盗 强 炸 名蛮 暗骗 贪 贪 行贿 等等 均为苟得 犹如 逆驴过客 勉强逗留 不过 短暂 一时而已 诉书曰 幽 莫 幽 也 贪 毙 这个 幽是指黑暗 幽是指 幽露 和 幽见 幽 莫 幽 也 贪 毙 他的意思是说 昏庸 莫过于 贪婪 毕露的了 张商应说 一身寻物 过沫 甚烟 什么意思呢 用自己的身体 来换财物 指的最大的昏庸 最大的昏暗 王氏也说 每玉 黄金 人之所重 世间万物 各有其主 一例 世事 心生贪爱 利己损人 巧计狂徒 视为幽暗 他意思是说 每玉 黄金 是人们看中的 世界上的东西 各有各的主人 一仗力量 依靠权力 心内产生贪婪的念头 损人利己 设计阴谋 贪婪的追求 这是幽暗 最让人避失的人性 莫过于贪婪毕露 贪财 贪色 贪酒 贪的结果 轻则致婚 重则身败名裂 苏书曰 孤 莫孤于自持 天家最孤独的莫过于自负自满 而孤独无助的人 智这千缕必有一时 于这千缕必有一德 所以 欲成大业者 必要畅开胸怀 查拿雅言 集思广益 凡有才华的人 最容易犯的错误 就是自负 自傲 认为自己无所不能 老子天下第一 看不见别人的长处 也听不见别人的意见 一意孤行 结果是将周围 其他有才干的人都赶跑 自己成了孤家刮人 孤陋刮文 孤方自赏 那他就离失败不远了 必要说项羽 据诗书记载 中国第一暴君 商周王 就是一个特别有才的人 郭沫若说他 同意华夏 赖此人 他力大无比 无人能及 能够轻易地脱梁换柱 倒拽救牛 徒手与野兽搏斗 不仅如此 周王还天赋聪盈 财思敏捷 口齿凌厉 能言善变 但令人遗憾的是 他的聪明才智 却没有用到正地方 结果落了个 自焚而亡的下场 随阳帝杨广 也是这样一个人 他年少 好学 优善诗文 著有文集 无诗无卷 开荒元年 只有13岁的杨广 就被封为晋王 并做了 并州的总管 公卫京城 随后杨广 亲自率军 统一国家 并组织修建 畅通国买的金康大运河 和亲自开疆 拓土 畅通私从之路 开创科举 修订法律等等 与商政王一样 杨幣也不免犯有 实财自傲 我行我素的毛病 在缺少道德监控 与自我约束的前提下 他做出了大逆不道 是负存位之位 成为皇帝 之后 他又过度沉迷于 祥乐之中 无心治国 坐上了荒野无道 自去灭亡的不归路 所古人说 自瞒着败 自食着孤 苏书曰 威 莫威于任意 最危险的莫过于 任用自己不信任的人了 鬼屋都曾经说过 可知者可用也 不可知者 不可知者 谋着所不用也 只可以执行交底 能够掌握的人 便可以重用他 不可以执行交底的 不能掌握的人 至谋之事 所不会重用他 若对一个人的德性 才能没有充分的了解 尚在疑虑而任用时 将要不可预想的轻微之患 任意 是管理的大忌 一方面 备用者因为任意 实施处于危险之中 另一方面 任用者因为任意 事实不得力 所以任意者 百害而无一利 顺人而不利己 祸国而殃民 三国时期 赤壁大战前夕 周瑜巧用反奸计 杀了京通水战的 曹祖的叛将 蔡茂张云 就是一个有名的例子 诉说曰 拜 莫拜以多思 这句话的意思是 最能败坏事情的 莫过于私欲太重了 无私欲者 才能看清事情的本质 顺应规律 处事就会功云 不考虑私欲者 一切照张办事 才能真正做到公正 公平 赢得人们的尊重 拥戴 才容易成事 私欲重 得性欲宝 得性失 则众心厌恶 众心厌恶 则处处失败 如阴州王 沉云九色 故朝政腐败而国王 凡事皆然 多亿 私欲亲 则处事偏袒而不公 不公则众人愿 众人愿则败亡 大成就源自于大智慧 大智慧源自于大胸怀 大胸怀源自于心中有大爱 大爱来自于大德 大德来自于自治的能力 自治来自于知之 就会给自己叫停 老子从哲学的高度 正言若反的角度 说出了另外一个真理 那叫夫威 不思 故能 承其思 这是诉书 本德宗道章第四章当中 所谈到的内容 第五章 怀人行义 讲善罚恶 国家不守道德不治 个人不守仁义不酒 国家常治久安 要安民 个人立身立功 先要诚意 正心 尊道 行义 四十六种招获行为 我们当银以为鉴 这是诉书 第五章 遵义章当中 所讲的内容 此章专论 建功立业 须遵循事务的自然之理 明辩事优的起因 判断事务的结局 诉书曰 以明 是下者案 圣献之道 内明 外汇 唯不足于明者 以明是下 乃其所一业 这段话的意思是说 圣人 贤人的统治方法 是明于内 而会于外 只有在明上不足的人 才把自己的明察 表现给下级 这就是他愚昧不明的原因 所以我们说 一明施下着案 说的意思是 对下属表示自己过于明察的人 就会愚昧不明之 老子说 自见者不明 也就是说 显示自己有知见的人 必有不明的地方 经常在下级面前 展示自己有能耐材质的领导人 是愚蠢的 一个人 领导能力的高低 不在自己的能耐的大小 而在于 你用了多少能人 领导本来就说出的位置比较高 再加上决定聪明 那就更吓人了 因为自认为聪明的领导 一般会犯两个毛病 一 听不进不同意见 总认为自己是正确的 刚愎自用 二 是不相信别人 在工作上势必公亲 领导自认为聪明 下属就不能充分的展现 自己的聪明才智 不敢发表自己的意见 工作起来不会有归属感 而且时事会由盲此 在背的感觉 让人很不舒服 上天有好生之德 所以聪明的领导者 在做人方面 一定要学学老子的大之若愚 内明外晦 智慧是个好东西 但也要慎用之 一定要把它当作宝贝 一样藏在心中 在合适的时候 合适的时机下使用 而千万不要 把它拿来当枪使 否则那就是 聪明反被聪明误了 苏书曰 有过不知者 必 这句话的意思是 有了过错而不自知的人 是罪绝愚昧之人 常言道 人不知己过 舍不知自读 老子曰 知人者智 自知者明 已了过错不知道 必不改回 不改回则继续行 欲行欲错 其理欲弊 正道欲弊欲色 是其心性 荒芬 行是糊涂 人非圣相 殊能无过 既然大圣人 孔子自己 也会为自己犯过的过错 而苦恼 他曾说 家我数年 务实与学艺 可有无大过意 这句话的意思是 如果再给我几年的时间 我从五十岁开始学习 已经就可以有无大过了 所以在孔子的眼里 最让他赞赏的品德 是知错能改 闻过则喜 颜渊是孔子七十二弟子当中 最聪明的一位 但是令孔子最念念不忘的 却是他不迁怒 不二过的品性 就是不要把自己的怒 迁怒给别人 同样的错 绝不犯第二次 在我们每天的工作生活当中 几乎天天都有过错发生 有些小过错是很难察觉的 尤其在那些习惯性的过错 更容易被忽略 盖起的有三类 第一 口过 说了不该说的话 极为口过 第二叫深过 做了不该做的事 或者行之不端 极为深过 第三叫心过 心里动了不该动的念头 极为心过 佛教说 一念一乾坤 一念为善 天地增加正气 一念为恶 天地增加利益气 要想无过 就要去除任何邪念 最聪明的人是看到别人的过失 引以为戒 主动克制自身的类似不足 比较聪明的人 是自己犯了错误 能够自觉反省改正 至于有了错误 任执迷不悟一错到底的 那只有失败了 知过改过 看破放下 用坦荡的心 去迎接 明天的新太阳 苏书约 迷而不反着祸 意思是 沉迷于某种嗜好 而不知道改正的人 就会产生迷惑 智慧不足 迷于局 迷于某种 灵略者都能够准确的把握时局 而不被形式所左右 失败者相反 常常错误判断形式 迷而不知一错到底 心性不定 迷于物 虽度是懂者 难有回头路 你什么会死在什么上 人的心性就如同一棵树苗 需要不断的修剪 约束 它才能长成参天大树 否则就会是可歪薄树 所以 凡是拔持不了自己 均是自己喜好的人 最终就会一事无成 所以古人总结说 玩物则丧志 玩人则丧德 自我膨胀 迷于急 有些人在事业上 做了一点成绩 立刻就飘飘然 自我哪个心无限膨胀 结果把自己弄丢了 完全被自己迷惑了 此时的人 不像是正常人 都有些疯狂 苏书曰 一言取怨者 祸 这句话的意思是 因为欲言 而招致怨恨 一定会有祸患 因为欲言 招致怨恨 就会给你带来祸端 所以 鬼谷的约 口可以识 不可以言 以免祸从口入 苏信张仪 凭三寸之舍 纵横天下 建功立业 向尽荣华富贵 韩非 财华横溢 秦王为见他一面 不惜发动一场战争 然其口齿嘴笨 秦王大是所望 惨死于秦 而卫败重用 更有甚者 财死敏捷的阳修 因化而招来杀身之祸 这真叫一头足之身价 一张扣定乾坤 不可不慎 人的许多麻烦和灾祸 大多是由于言语上太随便 不慎重 管不住自己嘴的人 不仅容易伤人 而且容易闯祸 当然 圣言不是不说话 圣言是该说话的时候说 不该说的时候 永远不要说 诉说曰 令与心乖者费 这句话的意思是 命令同心意相违背 那么做事就会半途而费 颁布的证令 与存心不一致 再与行为相背离者 其证令随言 那么或半途而费 或有令不行 有尽不值 故中庸曰 文武之正不在方策 其人在则其证局 其人亡则其正心 这句话的意思是 文王无王 心地慈善 施以仁政 而万民遵服 文王无王死了 后背仍将仁政 万民则不从 就是因为 发令人的心 与政令 不一之故 有令不行 有尽不值 一般出于两种原因 其一 是领导者不能一身作则 这种领导在单位里边 没有权威的 而他的政策 制度 也没有人会认真执行 单位领导是制度的制定者 又往往是制度的最大的破坏者 因为他们既是政策 法令的制定者 又是执行者 但他们自己本身 却不受约束 其二 命令本身不代表大家利益 没有执行的基础 孟子曾说过 民为主 设计次职 均为情 这绝不是政治口号 而是官民博弈后的惊艳之谈 而不管单位大小 政策 制度 必须代表民心 代表民意 否则 那就是自去废王 所以影响力 是由内到外 流出来的 表力如一 内在一致 是最有说服力的 苏书曰 后令命前者毁 这句话的意思是 后来的命令 和远离的命令 不统一 那么做事 就会有失败 记得发心 与政令要一致 后命与前令 相违背不一 下属必定无所适从 必然导致 失业荒废 任何制度 在颁布之前 一定要深思熟虑 考虑周全 一旦公布以后 尽量保持原则不变 当领导的人 最忌讳的事 就是招令膝盖 变来变去 其实这反映着 领导者角色水平的幼稚 这会引起属原 对领导权威 与能力的怀疑 招令膝盖的领导 在心理上 都有不成熟的表现 就对事都没看透 那么 他要么是过于 刚愎自用 要么就是一种 极度的自卑心态 但不论哪一种情况 政令不统一 或者招令而息改 都会使此前的努力 目标 遭遇重大损失 从决定的角度 问员工 最怕老板什么 我估计员工会说 最怕老板 招令膝盖 因为招令膝盖 让他们无所适从 我非常理解 老板 我们接触的信息 变化非常快 因此我们的决定 也会随着改变 但我们不得不承认 很多决定的改变 并不是因为 信息本身变了 而是因为我们做决定前 没有充分了解 本来应该掌握的信息 考虑到修改决定的 双重成本 一 是大家前面做的都没用了 二 员工对老板的决定 不再信任了 我第二个建议 是老板做决定 不要招令膝盖 苏书曰 怒而无微者发 微是庄严 微荣 微疑 这句话的意思是 盛怒 而没有震慑人的力量 大家就敢于触犯它 每一位领导者 都希望自己拥有足够权威 在单位里边 能一护百应 背受景样 但如何才能具备权威呢 这是个大学位 威严是一个人内在的力量 和崇高人格的外在表现 是不怒而威 有惩罚能力会产生威 有权的地位会产生威 虽然尊敬人的敬畏也会产生威 而有的领导经常发怒 却没有人怕他 反而弄得一点威信都没了 这样一来 一下犯上的事就会越来越多 所以起身正不怒而威 起石膏延出必行 你爱民如子 民自然会敬你如亲 苏书曰 好众辱人者秧 这句话的意思是 喜好刚直的名声 而当众去侮辱人家 这种人必定会遭殃 爱当众辱人者 匕首在养 做人做领导 首要的一条就是尊重别人 对犯错误的属下 批评要就事论事 不要侮辱别人的人格 更不要当众去批评别人 因为中国人最爱面子 所以要顾忌别人的面子 不要伤别人的面子 否则会被记恨一辈子 自虚 殃祸 所以宋代的 施普记 在武当会员中 有这样两句话 力道割肉 窗油盒 恶欲伤人 恨不孝 这实际上是生活经验的总结 磅打皮痛 化打骨头 那痛在骨子里 且这牢记 家仇不可外扬 一次我到一个地方讲课 当地几个企业负责人请吃晚饭 一个老板抱怨活得太累 人才难得 他马上就用行动告诉了我原因 他竟然当众骂起他在场的一个分公司老总 让人吃惊 这证明第一 自己格局不够 其次自己也不高明 第三 被骂着羞愧难当 必然会悔恨在心 领导者要戒指 要尽职 寿书曰 路如所认者 威 这句话的意思是说 对于自己 唯一重任的人 杀卢 或侮辱 必然会给您带来 威王之话 周王逼自己王后 抱火斗 逼梅白 抱炮落 必干抛心 这样必然是奸臣快意 忠臣寒心 人心由此而背叛 大臣由此而离心 终止命丧国王 通过三国研议的广泛传播 张飞这个人物 可以说是家喻户晓了 俘虏皆知 他性格豪爽 一起干云 作战英勇 深受人们喜悟 罗冠中隐世赞约 长板桥头杀其生 横强立马 演员争 一生好死轰雷震 独退曹家百万兵 记住这样一位万人敌的猛将 如果战死沙场 倒要是个悲壮而完美的结局 可得却死在自己手下 两个邪死抱怨的叛徒手中 不能不令人恶丸长叹 乌火哀哉 众瓜得瓜众都得到 张飞之死 绝非偶然 三国志 蜀书张飞传记载 张飞爱敬君子 而不许小人 就是对君子 他很尊敬 但对他的部署 却粗鲁残暴 动辄呵斥打骂 然而又刻薄瓜恩 不能让人感觉到 他眼中有爱 对他产生胃中有净的情绪 这样 他重要的只有埋怨 愤怒 仇恨 日积月雷 逐渐萌芽 生长 蔓延 终究又一天 会爆发 他军阳的平静 已经孕育的不平静 他骄横 压服的背后 是无数看不见的凶险 对此刘备早已有所觉察 曾经多次告诫张飞 轻行杀几过 有日鞭打见耳 而另在左右 此取货之道也 什么意思说 说你啊 行杀太过了 经常用鞭打身边的人 还让他在你的身边伺候 这是取货之道 张飞根本没听进去 终于导火索点燃了 有一次醉酒后 他无故鞭打士兵 张家将领 张达 范江 利用群情激愤之时 将他刺杀 张飞之死不能不令我们 竟然领兵之人隐以未戒 任何一支军队 都是由几层军官 普通士兵组成的 他们是军队的主体和基础 将帅再英勇 再有智慧 也是皮肤之勇 光盖司令一个 无论平时制军 还是战时杀敌 都得靠广大士兵去执行 去冲锋 其实在我们古代 绝大多数有作为的军事家 和将领 都爱惜士兵 善于制军 战国时期著名的军事家 吴奇 曾经替士兵 吸吻鄂窗里的浓血 这个故事成了千古爱兵美谈 如果张飞曾好好地学过军事 如果能够在上面提倡 哪怕一点点 或许都不会有 伸手意图的悲剧发生 苏书曼其所敬者凶 记得说 慢待轻辱的态度 去对待你应该恭敬尊重的人 这样你最后有凶险 孔子曰 君子有三位 为天命 为小人 为圣人之言 天命就着天道 天道不可为 故需敬之 小人是民众基础 谁可在舟 覆舟 所以也需离境 圣人是古代先贤圣者 他们的思想涌放光芒 更需敬之 其实除了这些 人应该敬畏的东西 还有很多 敬畏 那他对我们有恩的一切事物 自然 父母 亲朋 老师 你的老领导 法律 规则 敬畏 让我们千功 让我们心胸博大 敬畏的本身 并不是一条限制人的规则 不是要人们去没受成规 但它是做人做事应有的态度 苏苏曰 冒合心离者 孤 这句话的意思是 表面上关系很密切 而实际上怀有二心的人 必定是非常孤立的人 《义经》里面说 君子之道 或出 或出 或墨 或鱼 二人同心 其力断金 同心之言 其秀如蓝 两个人相知相交了 同心协力 他们的力量足以把坚硬的金属浓断 同心同德的人发表一致的意见 说服力强 人们就像嗅到芬芳的兰花的香味 容易接受 索求的事情 对方当然就会答应 而领导者最大的悲言在于 他们的团队冒合神离 同创异梦 大家各有各的小算盘 这样的领导什么事都做不成 我们都知道任何不修的工程 都是众人合作的成果 能够团结多少人 你就能做多大的事情 《吕之春秋》里边说 千人同心 只有千人的力量 万人一心 还不如一人有用 宿书曰 亲禅远中者王 亲近并倾信 禅臣的人 疏远并惨害 忠臣的领导 必有威王之患 禅言是小人的专利 忠言是正直的墓碑 凭着嘴巴最甜的 一旦有二心 离心最为坚决 其实哪一个领导都知道 亲禅远中的后果 可就是做不到 乾隆也知道何神 也知道他是什么货色 就是离不开他 约阿语化 惊奇的舒服 禅而干中 领导有这个心理需要 忠言逆耳 疲隆迷 难受 所以意志不坚 境界不到 自然就如 伤咒宠信 费重忧魂 等虐产之臣 残害伤荣 必干等忠臣 以至于把天下赔得干干净净 领导历史上因此而败亡的人 数不胜数 而小人历来被人痛骂 必疑 可他们却常常能够活得很滋润 一个个都质得欺瞒起来 如的说来 领导与小人之间 好像天日有某种亲缘关系 往往一拍即合 这其实是人性中的供需关系 所以 谗言专攻人的弱点 往往说到对方的心坎里 抓仰抓得舒舒服服 一个喜欢听 一个都喜欢说 供需平衡 自然市场广大 所领导者警醒啊 宿书曰 尽色 愿闲着 婚 这句话的意思是 亲近女色 疏远闲人 必定是个糊涂的领导 诸葛亮在出示表中说 亲贤臣 缘小人 此先汉之所以兴隆业 亲小人 缘贤臣 此厚汉之所以兴隆业 《诗经》里边也说 好男人 能够成就一座城池 漂亮的女人 能够毁掉一座城 亲近女色 疏远闲人 必定是个糊涂的领导 必定是个昏君 一天之中大大小小 人有数不过来的欲望 不过总有几个是比较大而成型的欲望 而人最贴系的欲望是食欲和性欲 这两个欲大到连人自己都分辨不出来 所以学者称他们为人的本能 本能 欲生俱来 不教而能 不学而会的力量 中国的历史当中 历来有为君王会的传统 将君主治理失败的责任推给女人 是其中的一种表现 于是历史上就有了许多阴色而误国的所谓教训 可笑的是 有些无聊的文人还尽见乐道 商周王宠爱打击 周幽王烽火起诸侯就不用说了 而还有明末李自成强的陈元元 记得吴三桂冲冠一怒伟红颜 其实郭婆家王干女子何事 即使有阴色误国者 乃是因为自己把持不住 同样不干女子事 说禁色 不应该受指责 但怨贤那就大大不对了 明朵冲冲皇帝不禁色 但怨贤了 同样是郭婆家王 苏书曰 女业功行者乱 这一话的意思是 女子如果干涉大政了 一定会有动乱 业的本意是禀告 陈述就得发表自己的意见 女子干涉大政一定会引起大乱 女子议论朝政大事就被称为女业 如果意见被采用了 这叫做女业功行 枕边风起心头避乱 小 这影响情绪 大 这影响决策 今天看来女子干政 屡见不悬 有些干得还不错 影响 撒切尔夫人 美国的国务卿希拉里等等 黄世公毕竟是秦末悍出之人 出于当时的社会礼法 对女子的歧视是难免的 这里说的是 家里人为一级私利而干预决策的 领导要有定力 绝不能耳根子软 俗书曰 私人以官者福 这就来意思是 私下将官职授予人 私人必定是福钱之人 一没有真菜实学 二非贤良大器 公义不得 不走正常程序 任人为亲 以亲密关系私涉职位的领导 根基不稳 以善私人关系推荐 七八二得观者 犹如无根之草 只能浮现一时 社官任职 必须要处于公心 这样才能网络天下人才 共同完成大业 一个朝代 或者一个单位 如果出现任人为亲 那就走向下坡的开始 整个事业的根基 就出了问题 政治腐败 社会动荡 就为随之而来 宿书曰 灵下取胜者 勤 这句话的意思是 欺凌下属而获得胜利 自己也一定会受到下属对你的侵犯 在自然界中 出于地势的不同 会形成一个水压叉 造成水下流 在世卫中 由于地位的不同 会形成职位的差别 造成上级不好的情绪 向下宣泄 这就得一世压人 一拳欺人 如果遇到这样的领导 下流肯定会怀恨在心 如果一个单位上下关系紧张 大家离心离德 原因肯定在领导 孟子说 君子视臣如首族 这臣视君如复兴 君子视臣如全马 这臣视君如国人 君子视臣如土戒 这臣视君如仇寇 因为下即是没有理由 也没有资格与领导闹不团结的 那不是老鼠喜猫 自投死路吗 宿书曰 名不胜使者好 这句话的意思是 所享受的名声 超过了自己的实际才能 精力很快就会被浩劫 滚滚红尘中 大概匆匆忙忙的是 只有两件 一为名 一为利 要么一名薄利 向超女 先成名 后取利 要么因利成名 如这几年的企业家写书 先得利 后成名 人们总是想将好事占尽 名利双手 在这国大潮中 大家也发现一个现象 大凡迅速成名的人 几乎都是短命的 各领风骚指几年 为什么呢 名誉实不符 许多人事后证明都是徒有虚名 弱势的身躯根本撑不起那钉大帽子 最后被压趴下了 俗书约 略及而责任者不治 意思是说 宽于律及 却言于律人的人 必然不会治理好国家 有种领导 最让下桌看不起 那就得贪功为过 单位一旦出现问题了 领导会把自己的责任 推得一干二净 而对别人的问题 特别放大眼镜去看他 遇到这样的领导 还是走位上策 因为这个单位是搞不好的 无论任何单位 都有一条潜规则 除了问题 总是要有人追究的 一旦你成为问题的追究者 也就获得了责任的豁免权 只追究别人的责任 却不需要为自己的过失承担责任 那么一般有谁的追究责任呢 肯定是领导 所以领导有天人的免责权 如果自己再主动为过 那面不就可赠了 而属下早晚都会成为替罪羊 言于律集宽业待人 无论何时 都应该成为领导者的左右民 诉书曰 自厚而博人者 废弃 对自己宽厚 对别人刻薄的人 一定受到众人的义气 把什么好事都拦在自己怀里 享受在前 吃苦在后 而对下属的利益 不管也不顾 甚至百般限制 这样的领导 究竟会被下属所唾弃的 诸葛亮在将员 将情中说 夫为将之道 君警为疾 将不言可 君实为首 将不言击 君火为燃 将不言寒 君目为师 将不言困 下不操善 于不张盖 于众同意 诉书曰 一过起功者损 意思是 以免小过失 而忽略在别人功劳的 一定会遭受损失 将功罚过 是领导者手中的两件宝 用得好 可以激励工作热情 用不好 那是霍乱的根源 怕就怕的 领导有功不少 专盯人的小毛病 一有小过 则重罚 跟着这样的领导 不会有好果的事 三国师的张飞 被属下在一个 黑腾瞎唬的夜晚暗杀了 原因就是上罚不公 小过而重罚 积怨太深 相反 胜罚适当 则事被公办 反而大功 后来被小过重罚者 那都不属于管理的范畴了 几乎都是政治阴谋 如历史上 背着士兵权 或着庆功楼 等等 诉书曰 群下而外溢者 轮 意思是 如果上罚不明 下属群众 就会吃力爬外 怀有二心 组织 就会轮亡 一个单位里 如果职工有意见 不能想上直接反应 而是想外宣泄 甚至到处告状 这都说明 离心离德 这个单位就危险了 如果问题不解决 早晚会轮亡的 白菜总是从心里向外坏的 一个组织也是一样 怕就怕 内部不团结 能够达到一个组织的 只能是组织自己 而不是外部的力量 一个历史上 曾经被无数外族入侵 政权被改变了许多次 但中国这个世卫组织 却一直超级稳定 始终打不倒 败而不亡 中华文明 犹如一块磁石一样 无论发生任何情况 它都能将风雨飘游的社会 紧紧吸附在一起 全家外溢的 极端是重盘心灵 如果领导当到这个份上 那都真的没救了 叔叔曰 既用不认者输 意思是 已经使用闲人 却不委于重任 必定会使闲人 疏远自己 我们说 一人不用 用人不疑 这是用人的一个原则 但是有些领导是这样的 对有真采实学的人 顾虑重重 不用 有些可惜 用 有一些心理障碍 余的领导都采取折中的方式 既用不认 就是认而不放权 扶上马 还要送一成两成 使得有些更过分 不得已用了人 再设置许多限制 随着时间的推移 被任命的人 也会心灰意冷 从来到日 人才流失 这样的领导最终的结果是孤家寡人 苏书曰 形赏吝啬者 菊 这句话的意思是 论功形赏时 如果脸上显露出 吝啬不舍得的神色 那么功臣素将们 就会心灰意冷了 为人应该大气 尤其是当领导的 在论功形赏的时候 千万不要小肚鸡肠 一毛不拔 否则就会伤了大家的积极性 气量的大小 又是这余生俱来的 有的人天生就吝啬 想于是这样一个吝啬的人 他在将军跟着他 东征西逃 屡见战功 可是他把刻号的印 拿在手里 转来转去 磨得棱角就没了 就是舍不得给人 后来他手下不少人 都跑到了刘邦那里 自己落了个 无疆自温的下场 更有的领导 论功形赏时 也不舍得给部署 一个好脸色 殷勤的脸 因为他们太心痛 寿书曰 多许少于者怨 很简单 承诺多 对象少 必然招致怨恨 你的影响力 取决于一致性 诚信对一个 有影响力的人来说 最大的特点是 言行一致 言行一致 是一种态度 是一种思想 和行为的境界 言行一致的人 心怀坦荡 言行一致的人 表里如一 言行一致的人 只得信任 言行一致的人 是人们 最尊敬 也愿意追随着 将无还令 上罚必信 如天如地 乃可遇人 苏书曰 既迎而拒着 乖 什么意思呢 已经迎接人家 前来了 却又从内心里边 拒绝人家 这是背离场里的 请人吃饭 客人都到门口了 又找个借口 将客人赶走 这样的人 最遭人恨 前往百计 把人再挖来了 又因疑心重重 不能重用 这样的领导 也遭人恨 苏书曰 博实厚望者 不报 这句话的意思是 从博 实惠于人 却希望人家 从后报答的 必定会导致 人们不死报答 实恩 就给别人恩惠 不要心里面 老想着 让人报答 牵涉了别人的恩惠 需要实时记在心上 这样就会少烦恼 少恩怨 许多人怨恨 人情淡泊 好心得不到好报 甚至做了好事 反而成了怨家 原因就在于 是做了一点好事 就天天盼望着 别人报答 否则的怨恨不疑 恶言恶语 他们不明白 失而不报 是常情 不是厚望 则有是天理 诉说约 贵而忘见者不久 一个人富贵之后 就忘却了 贫贱时的情状 忘了本 一定不会长久 狗富贵 无相忘 值得中国人的 一个普遍心理 也是一条社会的 潜规则 如果有人 违犯了这一规则 富贵了 有权了 就翻脸不认人 这样的人 是不会长久的 早晚会被人们的 口水淹死 做人 以厚道为上 不论地位如何变化 这个根本是不能变的 因为每个人 过去岁月里 经过的人与事 以及累积的经验 都是财富 都值得去尊重 忘了自己的过去 胆没了曾经 关心你的人 甚至背叛了 帮助过你的人 这种人 永远不会走得太远 尊重过去 才能更好的前行 俗书 念旧恶 而弃新功的凶 念旧别人的旧恶 忘记其所立新功的人 是很危险的 当联络到不能气量狭小 别人对自己的不好之处 要尽快忘掉 而自己对别人的不好之处 要实时引以为戒 尤其不能寄人之过 牙子必报 祭仇不是大丈夫 祭仇成不了大事业 唐太宗 没当皇帝之前 魏征曾经是太子李建成的老师 在争夺皇位的过程中 魏征帮着太子 差点要了唐太宗的命 玄武门兵变之后 太宗杀李建成 而集皇帝位 并没有因此而痛恨魏征 仍然任命他为宰相 凡历史上成就大业者 都有这样的气量和风度 俗书曰 用人不得挣着带 意思是 使用人才不公正 那就危险了 历史上最不会用人的皇帝 可能要属光绪皇帝了 清朝光绪皇帝 继位以后 想通过变法来增加国力 同时也摆脱 慈禧太后的控制 但当时的光绪 在朝廷内外根本没有势力 大权都被西太后控制着 于是光绪皇帝之后重用 有些兵权的袁世凯 希望能通过他来躲回政权 没想到的是 袁世凯到西太后那里 将光绪的一切打算 河畔拖出 结果是光绪被囚禁 六君子被砍了头 袁世凯本世倒是有些的 但人品不怎么样 就是一个强土草 随风而倒 到后来 当国民革命爆发以后 清少又用他来对抗革命 他又拥兵自重 做地逃价 再一次把蜻蜓给出卖了 像这种人谁用谁倒霉 诉书曰 强用人者无序 这些话的意思是 勉强用人 一定留不住人 用人有学问 想留住想用的人 更有学问 因为人各有志 千万不能强求 如果在价值观 奋斗目标上达不成一致 根本就留不住人才的 你都干脆送他一程 打发他好好走 免得同床二一梦 一位古人云道不同 不相于某 待遇和地位 并非着流云的充分条件 聚集在一个团队的 必须是共同的文化 共同的奋斗目标 否则只能是身在草莹 心在汉 诉书 未经责观者 乱 这句话的意思是 与人与我的亲属关系 来用人或安排官职 一定会造成管理方面的混乱 单位人民干部 最坏的情况是 因人设职 本来并不需要这个岗位 可是有个亲戚要当官 之后新设立一个部门 或者用非人 导致人负于事 到处都是吃闲饭的人 如此一来 必将导致火乱 苏书曰 知其所强者弱 这句话的意思是 失去所依靠的强大的力量 必会去衰微 破败 反强势领导 必有原因 有的领导 因人格而强势 比方说刘备 有的领导 因得人而强势 比方说刘邦 有的领导 因环境而强势 比方说秦朝 一旦失去到强势的原因 有强也会变弱 所以强与弱之间没定时 因时而异 因事而异 观念在于如何把握 诉书曰 决策于不仁者显恩 意思是 依靠于没有仁爱的人 来运筹决策 那当然就会有危险 领导的重要责任 是决策 但决策必须要发心为善 毁仁爱之心 这样的决策 才能恩责大众 造福于民 如果决策着没有仁德之心 决策的动机不良 那么 要么一拳谋私 要么损失组织利益 要么决策 就是危险的 诉书曰 因己外泄者败 意思是 秘密的计划 如果泄露出去 一定会失败 所以 谋之于阴 成之于阳 其实告诉大家 做事情 圣人做事情 是隐秘进行的 不露声色 而愚人们做事情 生怕别人不知道 大肆张扬 阴记 不是平等意义下的阴谋 而是指机密的计划 比方说一个国家的军事部署 一个企业的营销方案 一个组织的专利技术 一旦外泄 损失会相当严重 俗书曰 后联博士者 雕 就是雕写的雕 向人民 从重的征收 财物和付税 却减少发放 救济灾患的物资 必定 会导致 国力空虚的局面 后联而民穷 民穷则国雕 故人说 穷天下者 天下仇职 危天下者 天下灾职 贪得无厌 横征暴廉 不顾人民极苦的当权者 自古都只有一个下场 那就是被人抛弃 承诺大海可扬帆 水浅必搁浅 苏书曰 战时贫 由着富 衰 意思是 奋勇征战的将士 生活贫穷 而骨舌尤群的游士 安乡富贵 那国士一定会衰落 其实这句话很简单 就一定要让一线的员工 得到更高的回报 师傅曰 祸落 功行者 魅 意思是 贿赂政府官员的事 公开进行 政治必定十分昏暗 什么意思 在任何组织 一旦出现行贿社会 成了做事办事的潜规则 如果是 大家都普遍认同了 没有行贿社会 就办不争设 那这就如同身上 长到毒瘤 必然对组织 对民心造成伤害 诉书曰 文善忽略 寄过不忘忍报 意思是说 听到忠言好事 而忽略不管 记住错误缺点 而抓住不放 这必定是一个凶残暴虐的暴君 听到忠言 如过耳东风 见过好人好事 视若不见 对别人的缺点耿耿于怀 对别人的错误 揪住不放 这样的人 必定是个凶残暴虐之徒 作为一个领导 要懂得去欣赏别人 每个人都有闪光点 看到属下的优点 听到很好的建议 要闻善则喜 听到有好的事 及时表扬 用博大的胸怀 宽容别人的缺点过错 得扰人时 切扰人 言语律即 宽以待人 必然受人拥戴 宿书曰 所认不可信 所信不可认者 拙 这句话的意思是 实用的人 不肯信任 信任的人 又不能胜任其职 这样的政治 一定很无拙 如果任用不可信的人 而对才德 已经了解 确实可信任的人 却得不到任用 这样的领导 简直是混蛋 既然不信任 就别用 既然任用了 就不要怀疑 不信任而用 任用者心存一计 不敢完全放手 应用所认的效能 所认者得不到上 也全力支持 也不能尽情发挥 浪费时机和财力 如果一个人 本不可信 而你却把他 唯一重任 结果必然 事与愿违 比如 光绪 及厚望于袁世凯 只落得失败 生死 疑恨千古 苏书曰 牧人 牧人 亦得者 急 神人 亦行者 散 牧是放养 在此处 应该按照 致命来讲 这句话的意思是 用德 来治理老百姓 就会聚集百姓 用刑法 约束老百姓 就会驱散百姓 海地百川归 花香 蝶自来 用德 治理天下 人心汇聚 用苛政 俊法 约束百姓 人心涣散 本书第二章说 德 足以怀缘 第四章讲 先莫先于修德 此处又讲 牧人亦得者急 由此可见 欲治理万民 必须要善失 宽容 好生之德 方能使民 自然归福 而会及 俗书曰 小功不赏 则大功不利 小院不设 则大院必生 这句话的意思是 对于小功 而不进行赏赐 那么大功 就没有人去建立 对于小的院筹 不赦免 那大的院筹 就必然会产生 管理中无小事 单位里面许多的积愿 往往产生于 生活中的小事 一旦生愿 绝大多数人 会本能地 将怨恨放大 不自觉地 会寻找 更多积愿的理由 所以刘备告诫人们 勿以善小而不为 勿以勿小而为之 宿书曰 赏不服人 罚不甘心的判 赏即无功 罚即无罪者 酷 这句话的意思是 赏功不能使人心悦诚服 罚罪不能让人甘心 必定会造成 众盘清理的崩溃局面 奖赏到没有立功的 惩罚到没有犯罪的 这是残暴苛刻的表现 商业罚是领导手中的 两件宝 但也是两件最致命的 自杀武器 历史中 用到好的人 事半功倍 甚至可以创造霸业 也非难事 但也有不少人用的不好 结果是亡国破家 宿书曰 清禅而美 闻见而愁者 王 这些话的意思是 清醒 俄语 无限的语言 觉得美滋滋的 听到直言规劝的忠告 就表现恶狠狠的 这样的君主 必定走向灭亡 对领导而言 君子难处 小人一交 为什么 与君子何而不同 他们会为一个 共同的目标而努力 却不会失去自我的判断 经常会对领导的决策 提出不同的看法 有时甚至会激烈的批评 所以领导有时会感到 很下不了台 唐代宗就曾怒气冲冲的 对他的皇后说 我非杀了 魏征这个香巴老不可 他总是给我提意见 弄得我在朝头上 很下不了台 皇后却说 我应该恭喜您呀 我听说 祝明 自尘下才会执剑 看来你是民主 经这么一说 唐代宗才消了气 可见君子 真正难以相处 但君子就像 苦口药 特别祝您的事业 走向辉煌 宗说约 能有其有者 安 贪人之有者 残 这些话是什么意思呢 能够拥有 他应该拥有的 他最为心安理得 贪图人家所拥有的 就会残暴 略明 能够珍惜自己用劳动 换来的成果 就能活得心安理得 朝夕泰然 如果贪求别人所有的东西 即使得到了 也会寝食不安 贪人之有者 不但生险追追不安 死后也不得安宁 所以 得到我应该得到的 享受我应该享受的 非无之所有 随毫无而畏取 这是我们做人的 最根本的一种要求 第六讲 欲将 统众 欲民之道 在前五章 道德 仁义 等基础之上 阐述的重要性 说明国家 要建设好理智 要重视礼教 话于万民 个人要在人心 道义的基础上 自觉规范 自觉的言行 谨守社会各种理智 上下尊卑 各就其续 如此才能 立身 遇事 施教 立功 我们来讲 素书的第六章 安理章 离就是道理 就是天地万物 人间万事的法则 任何人 安心立命 都要遵守 这些规则 谨守奉行 才能规范 自愿的言行 抓住 事物的规律 本章 是在前五章 道德 仁义 等基础之上 来阐述 理的重要性 寿书曰 愿在不设小过 患在不欲定谋 意思是说 怨恨产生于不肯宽恕小的过失 祸患产生于事前没有做过科学的谋划 人非圣贤 疏能无过 如果凡是与人斤斤计较 对一些小愿也耿耿于怀 对一些小过失也念念不忘 那些对方对你也不会有好感 这样 彼此间的怨气会越来越大 由怨成仇 祸患自身 仇恨并不是因为别人得罪了我们 而是因为我们自己的气量不够大 不能宽恕别人 生活当中 误解与冒犯是常有的事 如果斤斤计较 最终都会发展成仇怨 但如果我们有一颗宽容的心 别人的过错 只会让我们的生命更加美丽 祸患天天有 但是不是深受其祸 那就要看每个人的修为了 人无远虑 必有尽忧 高人谋于祸前 俗人谋于祸后 谋于前者 消灾必祸 谋于后者 最多是个亡羊补牢 修书曰 福在极善 祸在极恶 意思是 幸福在于 极善累得 一个人的灾难 源于多行不义 英国定律 是著名哲学家 苏格拉底提出来的 又称英国法则 是无论哪一方面的成功或失败 都不是偶然的 而是有着一定的英国关系的必然 即 每件事情的发生 都有某个理由 每个结果都有特定的原因 这个法则非常深奥 且具极大的影响力 一只世人将其称之为 人类命运的铁律 新的学家将其归纳为 种瓜得瓜 种豆得豆 种下什么样的因 必得什么样的果 东方哲学代表 老子 他说 君子有造命之学 命有我力 福子疾求 祸福无门 为人自招 从现实的角度讲 如果对人真诚善良 别人也会以同样的态度对待你 如果对人常常恶语相加 欺骗蔑士 别人也会对你如此 这本身就是一种善恶有报 所以 无论做人还是做事 常会一颗善良的心 收获也必定是善良的果 诉书曰 鸡在建农 含在剁枝 意思是 如果轻视农业 必然招致饥饿 剁雨残桑 必然会让你 哀冷受冻 农业是第一产业 是一国之本 关于国家的生死断续 农建则米贵 米贵则食不果腹 同样的道理 丧农 如果没了保障 人们的穿衣 就成了大问题 农丧之重 重于泰山 这是一个社会的根基 一旦出了问题 将会发生社会大动荡 任何一个单位 都有生死存忘的根基 作为一个领导 首要的任务是 确保单位根基不动摇 把握正确的发展方向 要一正守国 不要贪多求大 更不要舍奔逐墨 否则大厦就会轰然之间倒塌 俗书约 安在得人 威在失事 意思是 得到人才 你才能够长治救安 失去人才 组织就会危急 国家的昌盛 在于君主圣名 有贤财腐弊 国家亲父 一定是君主无道 众叛亲离 得人才就得天下 著名的美国通用汽车公司总裁说过 你可以拿走我所有的财产 但只要把我的组织人员留下 五年之内 我就能把所有失去的财产赚回来 成功与否的关键 不是合适的问题 而是合人的问题 唐代宗就认为 治安之本 伪在得人 苏书曰 富在迎来 贫在弃时 这句话的意思是 富有在于抓住时机 顺势而为 贫困是因为放弃机会 而措施良机 时机对于事业的成败很重要 在合适的时间 做合适的事 才能保证事有所成 错过时机 再好的项目也不会成功 比如说农业生产 一年之际在于春 关键在于 春天适时播种 秋天才会有收获 生活才会富足 如果炎雾的农石 春天该种的没有种下去 秋天就只能收获一些杂草了 每一个人的成功 都是由一系列内外 实际所造就的 没有这些机会 再有才华 也只能空悲切了 正是十来天地 皆同利 运取英雄 不自由 苏书曰 尚无常操 下多疑心 意思是说 尚未的领导者 反复无常 言行多变 不属必生猜疑之心 无所适从 常是知道 贵在 尊道贵德 依以贯之 领导之道 仲在身体力行 言行医治 而那些急功近利 欲试先乱 息怒无常 招令膝盖的领导 常常给人不可靠 不可信的感觉 下属也常常 猜测领导的意图 久之必生疑心 苏书曰 轻上生罪 五下无亲 意思是 对上轻是犯上 必定获罪 对下属侮辱傲慢 必定是你吃取轻浮 一个有序的社会 是由许许多多 具体的理智来规范的 所谓 长幼有序 夫妻有别 父子有亲 君臣有义 朋友有戏 人不同于其他生物的一个重要特点 在于人类具有 余神俱来的五常之道 坚持五常之道 就能维持社会的稳定 和人际关系的和谐 尊重师长 亲爱下集 即使整个社会秩序当中的一环 破坏的秩序 就为引起混乱 轻则获罪 重则丧命 人们在读历史的时候 常常痛恨皇帝 在大功告成后屠杀功臣 而有 焦兔死走狗棚 飞咬进梁宫藏之态 但殊不知 许多大臣在功臣明就之后 功告震主 甚至鞠躬轻慢 结果乱了 清上生罪这一条 而最终被杀 汉队的刘邦 本来定下 异性不可为王的规定 但韩信在战事最吃紧的时候 却逼刘邦 封他为王 直接挑战领导权威 虽然刘邦从大局考虑 满足了韩信的愿望 但是怀恨在心 最终还是把他给杀了 所以对于人类而言 现在对于一个单位而言 秩序是稳定的基石 是一个单位凝聚的根本 尽管有时候这种秩序并不合理 需要不断改进 而这只能采取渐进的方式 骤然间变动 就是革命 而革命的代价 一般人难以承受 俗书曰 进城不重 远城清之 这句话的意思是 身边的进城如果得不到信任和重用 那外城就会轻视他们 一个公司的总裁 并不信任他的副总 用而移植 这就叫做进城不重 这样的副总 在他所管理的部门中 就没有威信 中层领导看不起他 这就叫做远城清之 原来的皇帝派大臣到下基层办事情 总是授以钦差大臣的名号 最需要加强下派干部的权威性 形成震慑力 一个国家或者一个单位 最高层的决策 不可能用最高层亲自完成 必须要层层负责 层层贯彻 才能够形成合力 这句话的意思是 心有猜疑的人 也不会信任别人 自信的人 则不会怀疑别人 自信的人头脑清醒 得自己的优点和缺点 认识得很清楚 自觉地扬成弊短 完善自己 增益才敢致实 什么是智慧 就得明白人 自知知人 昏溃的人 不自知也不知人 懦弱的人 自疑疑人 在历史上最怀疑沉压的王朝 可能就着明朝皇帝 纵是疑神疑鬼 对谁都不放心 被冤杀的大臣有很多 后来的研究表明 明代的诸姓皇帝家族 可能存在一种 精神方面的遗传病 指证病导致明代皇族 有种病态的心理 怀疑一切人 一切事 自信的人 才能以一种 更加平和的眼光 看待世界 看待别人 唯有自信者 方可成功 苏书曰 往事无正有 这句话的意思是 邪恶之事 绝无正直的朋友 旺的本意是 弯曲或者不正 所以说明里面说 旺 邪曲也 旺是指的是 那些心属不正的人 这种人交往的圈子里 不会有正直之事 或者真诚之友 同气相似的事 总是会聚在一起 心性相似的人 最终也会走到一起 古希腊的剧作家 奥利比德斯曾说 什么样的人 交什么样的朋友 中国也有类似的名言 物以类聚 人以群分 人的交往中 最关键的不是性格 而是品德 三国时候的刘关章 性格相差很大 但相似的人品 使他们桃源结义 苏书曰 屈上 无 直下 这句话的意思是 邪辟的上司 必然没有 公正 刚直的部下 苏尔说 上有所好 下有所孝 有什么样的领导 就会有什么样的属下 一个单位 风起的养成 主要看领导的 言传身教 如果领导好大习功 那单位里边就会弥漫严重的夸夸其谈的作风 这就叫做上梁不正 下梁歪 苏尔说 为国无闲人 乱政无善言 这句话的意思是 行将灭亡的国家 绝不会有闲人受到重用 现有混乱的政治 一定没有闲人参与 陷入危机的国家 就没有闲才吗 陷入混乱的政治 一定没有善人参与吗 不是没有 而是有 但得不到重用 诸葛亮出世表云 亲贤臣 远小人 此先汉之所以兴隆业 亲小人 远贤臣 此厚汉 之所以兴隆业 国君无道 亲近小人 排挤忠良 这是伤咒败亡的 主要原因 诉书曰 爱人生者求贤疾 乐得贤者养人厚 这句话的意思是说 深深地爱护人才的 一定给予求取人才 乐意得到贤财的人 待人一定厚道 衡量一个领导人 成就的大小的标准 要看他的信念的深度 雄心的高度 循环的广度 和对下属爱的长度 所以诸葛亮兵法当中云 古之善将者 养人 如养己子 作为一个政治家 建军事家的诗人 曹操 十分重视人才 思贤若渴 他在短歌行当中 曾说 清清死金 悠有我心 但未君故 尘瘾之金 讲的就是思念贤财的一种心情 诉书曰 国将霸者 事皆归 意思是说 国家将要成就霸业 人才都会归服于他 国家倔起 万象更新 具有强大的吸引力 天下福措而及 有时知智 粉粉前来效力 中国近现代 也有两次事皆归的盛况 一次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一时 百费代行 海外华人大批回国 因为他们看到的是大国倔气的新气象 看到的报销祖国建功立业的大好时机 再次是改革开放后 海外学子再先回国浪潮 因为他们看到国家发展需要大量人才 也得自己施政才华大好机会 人才忘不忘 是评判一个事业 一个企业 很重要的标准 那么我们要思考一下 一个国家 一个组织 靠什么来吸引人才 自动来归附呢 一 要行大道 施人证 孔子曰 为证以德 譬如 北城拘其所 而众心拱之 二 打建平台 常言说 栽架无同树 引来金凤凰 所以当一个国家或组织 当它发展形式非常好非常旺的时候 一派心心向荣 一派生计勃勃 自然能够吸引人才来归 速书替 国家将亡者 贤先毙 意思是说 国家将要败亡了 得罪兼备的贤人 也会隐退回避 孔子曾说 有智慧 有道德的人 首先要回避 动荡不安的时代 其次要远离 霍乱危险的地狱 再次避开 事情的诱惑 最后是回避流言四起的场所 这叫君子不履显地 速书中的这两句话 是从人才的流向上 观察所处的环境 判断一个事业的前途 从而更好地选择自己的取向 速书曰 对保者 大物不产 随浅者 大于不游 树秃者 大秦不息 临书者 大寿不拘 这句话的意思是说 徒弟贫瘠 不会有大的物产 随浅之处 不会有大于游动 突书之上 不会有大的秦鸟气息 林木熙书 不会有大的兽类居住 速书用自然现象来说明 成功与失败的因素关系 说明了人才与事业的因果关系 志向越高远 事业就越伟大 像当年 刘备如果仅仅想保住 自家欺小的富贵 观张二人能与他 皆业共谋大事吗 诸葛兰能处身 协助他开创三国鼎立之局吗 只有伟大的报复 才能吸引天下才俊 共创大业 随钱者 大于不由 金鸣狗盗之徒 只会横行相敌 苏书曰 山翘者崩 则瞒者意 这句话的意思是说 山是过于陡翘 则容易崩塌 招则叙学过满 则会满意出来 山方越是陡峭 越容易崩塌 活泼超过去容量 就会出现四亿的现象 这是自然常理 以此来警戒 为人 切勿得以忘形 一面倒了手的权势 财富 功名 转眼成功 打江山容易 守江山难 事实上 人们在创业初期 毕露蓝驴 心之不义 战战兢兢 秋贤若渴 如刘备 得卧龙 形容 弱于得水 即日入了西川 当了皇帝 宁阳重用 刑成法证 很是冷落了孔明一段时间 当人处在困境之时 大多数人会奋乏自强 历经图治 历先下世 一旦如愿 便放异交恨 忘得初心 和意气创业的兄弟 顾尽英雄 善时这多 善终这少 所以无论做人还是做事 都要注意分寸 都要持终守移 要明白 过犹不及 适可而止 俗书曰 弃玉取使者盲 意思是说 抛弃美玉 去捡石头的人 必定是有眼无珠的盲人 道理闲而易见 都知道宝玉 跪于石头 但遇到事情时 往往辨识不清 分不清 至于中间 轻重 缓急 欺欲去石的人 不是傻子 就是瞎子 其实这种事在我们身边经常发生 几乎每个人都有过如此愚蠢的选择 比如说 我们经常会为一些身外之物而奋斗不休 为此我们却失去了很多宝贵的东西 像家庭的亲情 自己悠闲的心情 甚至还有健康 这都是弃欲取食的行为 宿说约 羊之虎皮者乳 意思是说 如果一个人有羊羊气怒的本质 去披上虎皮来蒙骗吓人 这是一种耻辱 时下 表力不一的冒牌货 一旦被戳穿 一定会招来身体受损 名誉受辱的货羊 时下 虚假广告漫天飞 自我吹嘘是阶梯 亚洲第一人 中国第一名满世界都是 牛皮终用吹破 逍遥现行的时候 所以 友谊说一 遗述不易 谦虚谨慎 更是难能 但是谁若能做到 他一定会受到世人的尊敬 苏书曰 衣不举领着道 这衣服不拿着领子 一定就把衣服拿到了 所以 先拿起一件衣服 最后来抓着领子 一提之下 一件衣服就会顺顺当当 这叫做窃领 如果抓住其他地方 衣服就会出现颠三倒四不成样子 世间法则和自然法则一样 自由去规律性 严肃性 不可伪逆 所以我们做事要想运筹帷幄 决胜千里 就一定要了解趋势 掌握规律 抓住事物的关键 抓住重点 刚举则目章 苏书曰 走不适地者颠 意思是说 走路不看地面的人 一定会跌倒 成功的人都明白一个道理 做成一件事 绝对是个系统工程 方方面面都要坚固到 任性形势 把握方向固然重要 脚踏实地同样不可偏废 凡之亦然 失败者 惩犯一个错误 就是行与私 不能统一 要么好高骛远 目标与自己的实力相悖 扬着脖子追太阳 最后掉到沟里去 要么埋头苦干 不把握周围的环境 闷着头 只看眼前一点小力 最后撞到南墙上 头破血流 诉说于 住弱者 无坏 扶弱者 国倾 意思是说 一间房子 没有坚固的立柱之称 就会倒塌 一个国家 如果没有才华出众的 贤能的来负责 就会灭亡 得人才者 得天下 国家之间的竞争 归根结底 是人才的竞争 组织之间的竞争 也是人才的竞争 历史上得一人而得天下 失一人而失一国 这样的例子屡见而不宣 东韩末年 农民起义 风起云庸 政权更迭 日益频繁 群雄 拥兵自立 纷纷逐鹿天下 当年曹操一道交召 立刻汇集关东十七路人马 这十七路人马 即是十七路诸侯 十七座山头 十七条争锋斗勇的好汉 但到了最后 为何知心要曹操 刘备 孙权 三打政权 顶足而立呢 可以说 三位鼎立 绝与人才 这三个集团的首脑 都重视人才 礼遇人才 注重招募 选拔 使用人才 因此各自有一大批优秀人才 刘备 劳碌奔波 势力日趋壮大 最后不但有了五湖上将 而且给得到的三国时期 顶尖人物 诸葛亮 自然就成就了一番事业 东吴孙权 成父兄之业 据长江之险 固然不可否认 但他的江山之所以能够延续几十年 不能不说 是得利于 周瑜 鲁肃 吕蒙 鲁迅 这一干将洞才 曹操集团中 曹操本人就是一个大人才 更难得的是 他奉行 唯才事举 无德而用之的政策 大量搜集网络人才 因此三国时期 曹操集团中的人才最为奇者 阵容最为庞大 但他在起始之初 本身已有一批人才 后来招募一批 没打败一个对手 又大胆地接纳一批 从来为他称雄屠霸 奠定了可靠的基础 为什么曹操能够 罗织到如此多的人才呢 为什么许多人才 又投奔曹操婚下呢 应该说 他本人深暗 得人才者 得天下的道理 从而坚决奉行 唯才事举 无德而用之的策略 这是他能战受对手 决定性的原因 四五书曰 足寒伤心 民怨伤国 这句话的意思是 脚下受寒 心肺都受损 人心怨恨 伤害国家政权 足在人体的下部 但足下的雍泉穴 可同四肢百脉 若一受寒 必赏鸳鸯之气 民随处下 却是国籍 若怨声载道 必错国锐 君诸治理天下 在朝廷上 应该以养正气为先 在民间 应该以养元气为本 是贤人君子 没有闷在心里的话 那么正气就得到培养了 是黎民百姓心中没有怨言 元气就稳固了 值得历代帝王 确保天下太平的 烧耀方法 我们做领导的也是如此 苏书曰 山将崩者下先毁 国将衰者民先毙 在任何灾难发生之前 如果看到一座大楼的地基 出了问题 就是大楼将要倒塌的前兆 如果看到平民百姓 为一时二发愁 就是国家将走向衰败的前兆 仓富于民 还是仓富于国 这其实是一个不需要争论的问题 苏书曰 根枯之秀 民困国残 这句话的意思是说 树根干枯 职业就会腐朽 人民困窘 国家将会残败 做统治者并不难 最大的智慧 其实只有一句话 人民生活富于 国家自然繁荣长盛 劫责而渝 最终会落格 破家亡国的命运 苏书曰 与父彻同轨者亲 与亡国同事者灭 这句话的意思是 与轻负的车子 走同一轨道的车 也会轻负 与灭亡的国家 做相同的事 也会灭亡 前世不忘 后世之诗的意思是 记住过去的经验教训 可做以后行事的借鉴 苏书曰 见及施者 这句话的意思是说 发现已经产生了的错误 就要谨慎的对待 将要发生的更大的错误 厌恶前人有过的劣迹 就必须要尽量的避免 重蹈覆辙 孔子曰 不二过 不迁怒 不二过 却是聪明的人 同样的错误 不犯第二次 对前人出现的错误 自己要认真总结 汲取教训 争取自己 不犯类似的错误 宋朝著名的政治家 司马光 历史十九年编撰的 《辞职通鉴》 记载了从战国到五代 共一千三百六十二年的史料 综合出许多的经验教训 共皇帝借鉴 宋神宗认为此书 鉴于往事 又资于正道 即 以历史的得失 作为鉴界 来加强同志 所以叫自治通鉴 俗书曰 为危者安 为亡者存 这句话的意思是 心中常有危机意识者 才能得到久安 心中常有忧望意识者 才能得到长存 生于忧患 死于安乐 张瑞敏这位孩儿的灵魂人物 是那始终如一的 带着危机感 他经常告诫员工 自杀重生 他杀淘汰 因为孩儿这家企业 注入了在蜕变中 求生的理念 人想得到什么 必须敬畏 他的反面 想得到健康 就必须要敬畏死亡 想得到成功 就必须要敬畏失败 敬畏之心 是保全自己 成就事业的最大智慧 因为生活中的第一药物 并不是得到更多的东西 而是首先使自己处于安全健康的境地 死去远之万事空 战神的第一药物 并不是消灭敌人 而是保全自己 如果想厂治久安 那么君主必须英明 任贤用能 远离小人 匡政国法 人政爱民 谋划决断 一定要居安思危 内修政治 外界友邦 消除内忧外患 使国运昌盛 内乱不生 一国如此 个人亦然 有忧患意识的人 做到事前准备 提前预测 防患于未然 无事时 当作有事时准备 方可消意外之便 有事时 当作无事般镇定 方可解局中之危 所述 福人之所行 有道则急 无道则凶 急者百福所归 凶者百祸所供 非其神圣 自然所终 这句话的意思是说 人的所作所为 要符合天道规律 做急 不符合天道规律 做凶 急降的人 各种各样的好处 都到他那里 不急降的人 各种各样的厄运 灾祸 都向到西来 这并不是什么奥妙的事情 而是自然的道理 在中国历史当中 很少有一个家族 势在富贵 延续 所以有富贵 不过三代之说 但孔子家族 是一个例外 自从汉代 独尊辱术 以来 这个家族 历代 都受到人尊敬 多少次兵荒马乱 突飞道歉 横贯乡礼 几乎没有人 危及这个家族 为什么 原因就在 有道则吉 无道则凶者 俗书曰 无善策者 无恶事 无远虑者 有禁忧 意思是说 专心致虑 善策谋划的人 凶恶 不会禽绕他 没有远虑的人 眼前必定 有忧患出现 爱出者爱烦 福王者福来 求真从善 人心道义 这样的人 一定深有大爱 乐善好施 极德行善 福保无穷 成功者一个重要的原因 就在于 他们凡事皆能从长计议 欲先有准备 一个人不能居安思危 为眼前小力 斤斤计较的人 必然是目光短浅 凶无大志的人 这样的人 犹如井底之蛙 盯着头顶 井口大的天空 没有缘境规划 因小失大 作奸自负 或安于现状 不思进取 突然有恃促然 必然手足无措 无法应对 而一个 胸怀大志的人 目光长远 胸怀博大 有远虑 一切皆在预料之中 有进谋 一切皆在掌握之中 所以 很少有忧患凶险 万事顺遂 立功见德 苏书曰 同志相得 同人相忧 这些话的意思是说 志向相同的人 自然情投意合 志去相同 而有共识的人 必定能够患难于共 人 作为社会群体的一部分 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最为复杂 十二皆成团伙 十二彼此仇怨 看似杂乱而无章 其时分离聚合 皆有其因 搜索接下来论证的 人际关系的因果 值得认识社会的宝贵经验 天下兮兮 人是粉云 好有异德 知己满命 伯雅与紫棋的故事 千古禅颂 人与人之间的交往 最难得的是 气味相投 志同道合 志同道合的人 总有共同的追求 使他们团结起来 仁爱之事 总有相似的品质 使他们走到一起 俗书曰 同物相当 意思很简单 共同作恶的人 往往会蓬臂为奸 结党赢私 为什么要结党 除了利益与追求相同之外 更重要的是心性品质相同 小人长七夕 何为小人 谁人多 隐隐隐狗狗之辈 为了私利 没有原则与操守 自知无财无德 还不求上进 却既先度能 以排挤勾陷 贤能 以自保 正因为臭味相投 心性相合 而且利益一致 于是联合一起 蓬臂为奸 结党赢私 亦收获更大利益 商鞅变法 十数年 使若勤迅速倔起 同时变法 也触犯了一些 老官僚们的利益 于是当朝太师 甘隆 联合杜智 及孟七百三族首领 结成司党 必欲除职而后快 最终以车列 政敌 商鞅了事 而君子坦荡荡 光明磊落 轻视利益 不同流合污 不为名利 而放弃原则与操守 所以 不会结党赢私 所以 古人云 君子群而不当 数书曰 同爱相求 接着说 有相同爱好的人 自然会互相防求 爱书画的人 自然会组成一个圈子 叫书画协会 喜欢兰花者 也会经常在一起 互相探讨欣赏 成立一个兰花会 所谓志趣相投 就是说 兴趣爱好一致 自然彼此欣赏 更容易走到一起 四书曰 同美相度 记得说 同样是容貌 交好的人 必然会互相 嫉妒 文人相亲 同贵相赤 两个美女在一起 一定是冤家 因为谁都不愿意 输给对方 谁都想成为 最引人注目的 那一个 这就是人类的嫉妒心理 历史上奋赈厮杀 是很残暴的 当年吴泽天得失之后 为了保住自己的地位 令人将萧淑妃 王皇后 看断手脚 并泡在酒瓮里 女人爱争风吃醋 男人都彼此不服 三国式的周瑜 人长得风流 智慧也是很高的 在东吴不做第二人之下 没有想到 在连熟抗潮时 却来了个诸葛亮 战略计谋 处处压人一头 周瑜嫉妒的要命 发出了 寄生于 何生亮的感叹 几次想加害 都没有成功 最后被诸葛亮 三级之下 要了命 诉书约 同志相谋 接着说 聪明和智慧相同相当的人 一定会互相谋划 算计对方 一个奇果相当的竞争对手 也是一个鼓励自己不断精进的朋友 因为不想被超越 所以不敢有丝毫懈怠 找到一个真正够资格的敌人 也可以说是智者最大的荣幸 比如说刘备和曹操 孔明和司马仪 都是旗鼓相当 不向上下 如果茫茫还鱼 还过四周没有对手 你也会倍感孤独 所以即使没有对手 也要给自己找个对手 人选对手的时候 一定会选择一个能入自己眼睛的 即会选择哪些智谋决心 实力相当 或者稍高一些的人为对手 这样才能打击精神来 下期要找高手 高手对决才能互相成就 诉书约 同贵相害 接着说 同等权势地位的人 必然互相排挤 君子和而不同 孝人是同而不和 事实上 具有同等权势地位的人 永远不能和谐相处 即使大家所认为的君子 看到实力相当的对方 抢了自己的风头 表面上波澜不惊 内心可能会有些许不快 这是人性 小人会互相排挤 彼此轻压 甚至以死相拼 索罗图和明珠 同在康熙手下为臣 官职相当 势力也不像上下 但权力具有严重的排他性 一扇容不下二户 同为权贵 领导只有一个 利益永远都是一定的 都想获得领导的信任 甚至是独宠 于是彼此不能相容 明争暗斗 欲除掉对方而后快 这是电行的同贵相害 师父曰 同利相继 意思是说 追逐共同的利益 就会互相遗迹 一个街道 做同等生业的两个店主 为了抢共同的客源 会产生彼此憎恨的情绪 狼多肉少 狼会互相撕咬 同行是冤家 并非他们前世有仇 利益施然 这就是同利相继 记得本身是憎恨 弱肉强食 试着生存 是丛林法则 同利相继 是客观存在 一直发展规律 不能杜绝 也不能禁止 没有竞争 何谈发展 诉书曰 同生相应 同起相感 意思是说 相同的生意 会产生共鸣 相同的气韵 会互相感应 三界内 五行中 金木水火土 五种自然元素 和工商绝制鱼 五种音律 融合在大自然中 互相交感 互相影响 红黄黑白青 五种颜色 以及酸辣 甜苦咸 和心肝脾肥上 相互对应 这是中国人特有的思维 构成万物的基础是气 如果气味相投 就可以相互契合 互相交感 所以天地间 五行中 凡着互相影响的事物 都有其本质的相似性 智者 能从纷凡的事物中 找到相关联的地方 从了把握关键 而得到突破 与点打交道中 总能求同存异 找到共同利益 一起长远 诉书曰 同类相依 同义相亲 讲的是说 同一类的人 互相依存 一起相投的人 会互相亲近 诉书海曰 同难相继 即是说 处于共同困难之下的人 会互相帮助 诉书有曰 同道相成 意思说 志同道合的人 必定能够彼此补充 互相成就 同一相馈 讲的是说 有同样记忆的人 容易互相偷窥 这里讲的是 伟人处事的道理 用同样的记忆 做同样职业的人 往往会互相窥探 以知己知彼 或时期所长 不及之短 比如体育竞赛 教练员和运动员 都为反复地观察 对手的录像 研究对方的特点 找到对方的弱点 而后扬长臂短 制定攻防策略 以战胜对方 事实约 同巧相胜 记得说 技术同样高明的人 往往会彼此不服 会想尽一切办法 胜过对方 而这就是 人与人 这种攀比的心理 武侠小说道中 常有人 无缘无故 找人比武 就都是出于 这种心理 所以诉书最后说 此乃素质所得 不可与离尾 这就是说 这十六条 都是从自然之力当中 得出的结论 是事物发展变化的 客观规律 不能违背逆行 诉书说 事急而教人的力 正急而化人的顺 意思是说 把自己除外 单纯的教育别人 别人就不接受 他的大道理 如果能言以律及 进而去感化别人 那别人就会顺服 老子说 法令 辞张 盗贼多有 如果领导不能 正急而化人 身陷失足 光靠颁布 众多法令 来统治 那么违法 作乱的人 是杀不完的 最终也没有 不灭亡的 真正的影响力 是由内到外 所流出来的 如果一个人 表力如一 言行一致 自然可以服人 我们把它叫做 起身正 不领 则行 身不正 谁领 也不行 自己做不到的 要求别人 要求大家 去做 当然 大家心中会有利法 所以 一个最后的领导 要身险 十足 要给你的员工 树立一个好榜样 而最后的父母 这要给孩子们 树立一个好榜样 宋书曰 内者难从 顺者易行 难从则乱 易行则礼 意思是说 内道而行 就难以使人服从 顺道而行 必然易于推行 难以使人顺从的 就会产生动乱 易于推行的 诚实 那是理所当然 了解规律 顺用规律 为之顺天 了解人性 顺用人性 为之应人 做事 顺应时代潮流 了解人心 那叫顺水顺风 如果做事 顺天应人 顺风顺水 自然万事大吉 容易成功 如果违背的天地良心 随胜必衰 随城必败 周五王继位后四年 得知商周王 统治集团 分崩离析 王族重臣 彼干被杀 机子被囚 威子出奔 人心尽失 而且商朝的 主力远征东夷 及率兵伐商 周五王利用 商帝人行 归州的有利形式 率本部 及八个方国的部队 于12月28日 冒于继续东进 从皮地渡河水后 尖城北上 之百泉 折尔东行 与一月初四 俯晓 进攻牧野 商周王 经文周军来袭 仓促武装 大批的奴隶 连同守卫国都的军队 开赴牧野迎战 初五凌晨 周军不好阵 庄原事实 史称牧师 吴王在阵前 声讨商周王的罪行 以激励将士斗志 统一战斗 以保持阵型严正 严格声明 不准杀祥 以瓦解 商军 随后 吴王命 江子牙 率一部精兵 冲击商军前阵 商军 纷纷倒向周军 这次的历史上 有名的 临阵刀割 吴王成事 以主力 猛烈突击 商军 土崩瓦解 赵王 仓皇逃毁赵阁 见大势而去 登露台而自尽 所以 凡事皆有顺利之情 顺其情 则事简单易成 逆其情 则事困难无成 理顺 则事顺 理逆则事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